你知道吗 天下第一断天涯的原地选角 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张卫健 就连宣传海报都把他放在关键位置上 可惜当时张卫健档期排不开 才由李亚鹏出演 而他只客串古三通一角 但仍将古三通的玩世不公 和深情暗许演绎的淋漓尽致 话说武林中有一奇人 名叫天池怪侠 以金刚不坏神功和西弓大法 打遍天下无敌手 天池怪侠隐退后 各方豪杰四处寻找其藏身之处 其中以游侠古三通最为痴迷 机缘巧合下 结识皇子朱无事 朱无事虽是皇子 但母亲不是后妃 树出的他在宫中不受待见 便一人一马闯荡江湖 想要拜天池怪侠为师 两人相见恨晚 皆为八败之交 古三通甚至愿意和他分享 天池怪侠的武功 这是寻找墓穴的四道口诀 天上的水 水里的火 火里的兵 兵里的武功 前两句是指天池每隔三年的地喷奇景 可后一句火里的兵 火里怎么可能有兵 二人带着疑惑来到天池 等了许久后 看到漫天火焰喷涌而出的奇景 可火里的兵 二人还是想不明白 交谈间 朱无事无意说出千年宣兵 浴火不容的秘心 机灵的古三通 立刻意识到 天池中有千年宣兵 两人当即就跳入寒潭 以高深内功抵御透骨寒冷 最终在天池底发现一冰洞 天池怪侠便作化于此 尸体因常年低温 两百年不符 深迁两本秘籍 并还放置 正是天池怪侠的成名绝学 金刚不坏神功 和西功大法 可两本秘籍 却是一个童子身裂 一个非童子身裂 朱无事身为皇子 放荡惯了 早非童子身 于是错过了天池怪侠 最厉害的武功 而古三通二十年来守身如玉 自然得了金刚不坏神功 此后三月 两人废弃忘食的练功 直到有一天 古三通指负为婚的表妹 肃心来了 而当时古三通练功到了关键时刻 于是朱无事便前去迎接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从朱无事见到肃心的第一眼 他就深深爱上了 这个素雅如蓝的女子 在肃心到来的日子里 一心要成为天下第一 认为武学至上的武痴 古三通依旧早晚练功 难免冷落了未婚妻素心 朱无事便多了 与素心相处的机会 能陪着心爱的人 还练什么武功 渐渐的 古三通的武学造诣 逐渐超过他 他也不在意 满眼都是素心的一颦一笑 言语间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意 突然的示爱 让素心慌乱无措 转身就走 而朱无事与古三通闲聊 古三通的话 让朱无事彻底心碎 练武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要 包括素心在内 特使我未婚妻呀 想不要都不行的 他无法争夺皇位 现在连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争夺 朋友欺着身份 让他始终如梗在喉 之后的三个月 古三通习武大成 到处挑战 各派好手 他武功齐高 却为人顽皮 比武虽点到为止 但对败者总是出言戏弄 让大家尽时颜面 得到不败顽童的称号 也成为武林功敌 各大男派都欲除之而后快 而朱无事和素心 则陪着他走遍四方 直到有一天 古三通告诉两人 八大派联名 邀他七日后太夫决战 朱无事和素心连忙劝他 可素心的一句我们 让古三通大为恼火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 应该是我们才对 连在一起管我 好样的 第二天就刘信离开 让素心从此跟着朱无事 素心伤心落泪 朱无事便趁机表明 自己的皇子身份 要带他回京成婚 素心心思凌乱间 只好答应 可皇上知道 素心与人有过婚约 对此极为反对 之后又提到古三通 在太夫之盼 不仅杀死八派诸多好手 还杀死了前去观战的 六扇门捕头 总计107人 已经成为朝廷侵犯 皇上知道 如今天下能抓到古三通 只有朱无事 朱无事碍于兄弟情义 本不想去 可皇帝许诺 只要他能抓到古三通 就允许他骂素心为妃 朱无事大喜过望 当即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素心 这个可怜的女人 自己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竟然要不死不休 不忍看到两白俱伤的素心 苦劝朱无事 但他此时 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不顾素心反对 执意出发 可就在他离开时 素心也离开了 并先一步走到古三通 与古三通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 并生下一个男孩 但古三通 还是整天到处与人比武 直到有一天 回到家中 来取弟哥中的宝金 却是取完后 转身就走 遇到邻居程大嫂 便告诉他 自己要与朱无事决战 却不知 自己已经有了儿子 而素心得知 两人要决战后 含泪将儿子交给程大嫂 自己前去阻止 再说古三通与朱无事大战 三天三夜 此时已精疲力竭 但仍未分胜负 于是决定 以一招定胜负 并立下赌约 任何人 只要输了半招 就算输 听到这话 古三通片刻失神 可高手过招 就在毫离之间 朱无事抢先发招 攻去一掌 而古三通还愣在原地 这时 素心从远处狂奔而来 为古三通挡下半掌 也就是这半掌 让柔弱的素心 全身经脉进断 看着妻子倒在身前 古三通在失忆与愧疚中 自愿被关进天牢 既是履约 又是赎罪 而朱无事 则带着已经气息几无的素心 来到天池怪侠的冰洞 用千年悬兵 镇住身体不败 以武林圣药 三颗天香豆蔻之一为瘾 吊着素心胸中的一口气 以活死人的状态 在此长眠 之后 组建护龙山庄 愚公收集天下情报 维护朝纲 于是 秘密寻找剩余两颗天香豆蔻 西季爱人复活 而另一边 苦等几天未果的程大嫂 担心古三通 愁家寻来 便抱着孩子 带上古三通 藏于暗阁中的金条 来到一个叫三里镇的地方 化名兰姑 开了家染房 维持生计之余 还收养了附近的孤儿 一是做膳食 为素心夫妻积德 一是为孩子找些玩伴 岁月荏苒 转眼孩子 到了读书十字的年纪 兰姑便请来教书先生 可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名字 读圣贤书 总为何事啊 曾黑白明是非而已 那就叫曾黑白吧 不好 该叫成是非 我以后可以叫成是非了 十五年后 三里镇突发大火 成是非和一众孤儿带着兰姑出逃 半路却被山贼拦住 山贼见无才可结 便将成是非等人抓走 留下眼睛被熏瞎的兰姑独自漂泊 而成是非等人来到山寨后 如鱼得水 很快成为混世魔王 可成是非从不消停 心眼比鬼多的他 很快逃出山寨 从此山寨里少了个祸害 京城市井 却多了个坑蒙拐骗的小混混 成是非虽然调皮捣蛋 但心思纯良 经常骗了钱不忍心 又还了回去 这天与同伴在赌场消遣 哪知同伴输光了家底 哄他说出去给老婆买东西 却把他留在赌方 等成是非一觉醒来 已是深夜 这才得知 同伴谎称是他老爹 把他卖给了赌方 他察觉到不对 想要开溜 可开赌方的老板哪有善茬 他把儿子搁在这里做底呀 我不是他儿子 我放你走 我是你孙子 说完便让人将成是非 装进坛子里运走 驾车的小丝 神清玩味 眼神暧昧地告诉他 要送他去一个吃喝不愁 还整天有金枝玉叶相伴的地方 转眼间就来到皇城中 一个公公对成是非上下其手 完了还不忘夸奖 不错 不错 原来赌方老板把他卖给了太监 之后成是非被带进静身房 屋子密不透风 闷热难堪 床上躺满了身上插着羽毛的男人 成是非好奇心大起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插根羽毛 羽毛插在尿管里 三天之后拔掉羽毛 要是尿得出的话就没事了 要是尿不出的话 就是神圣也救不了喽 之后成是非被关进天牢 不想失去男人乐趣的他 在牢里上蹿下跳 一同折腾无果后 心里暗示要冷静 结果把冷静两次写满墙壁后睡了过去 等醒来 不小心撞破了炕头 竟撞出一个大洞 他当即钻了进去 顺着暗道爬行 却被一只猪拦住去路 就在成是非进退两难时 暗道中突然气流涌动 一股强大吸力将所有事物吸入暗道更深处 成是非拼命抓住暗道两侧 但还是被吸了进去 此处正是天牢第九层 关押古三通的地方 二十年过后 诸无事风华正茂 古三通已垂垂老矣 但他对天下第一依然执着 对当年的比武依然耿耿于怀 而他想不到的是 父子俩竟以这种方式见面 父不知子子不识父 好在成是非继承了古三通精灵古怪的性格 很讨他喜欢 闲聊中告诉成是非 铁胆神猴每隔两年便会送一个高手进来 检验他的武功是否退步 二十年中 古三通连败八大派高手 吸干他们的内力 并学会他们的武功 可成是非十分困惑 一个牌子怎么会挡得住古三通 古三通却表示 挡住他的不是牌子 而是承诺 当然 还有他对肃心的愧疚 况且 出去了能如何 他只是天下第二 古三通正说得起劲 成是非却给他泼凉水 你在这里武功再好 也没有用啊 对 十一年前我就想通了 老天有眼啊 今天把你送给了我 说完 古三通大嘴一张 浑身真气外散 形成磅礴犀利 将成是非直接吸到身前 然后查看他骨骼经脉 人体击翘 之后直接扒下成是非衣服 并将嘴凑了上来 待成是非醒来 却见浑身刻满文字 正疑惑间 古三通的声音 从脚下传来 这是八大门牌的绝学 武功秘籍 成是非文言四处寻找 发现古三通 摊倒于地上 此刻面色苍白 说话也气喘吁吁 原来古三通当年一战 便落下内伤 如今旧疾复发 已活不过三天 多想一身绝学 就死断绝 便将四十年功力 传给成是非 之后让成是非跪下 行师徒礼 古三通机缘巧合之下 将一身武功 传给自己儿子 并在临死前 听亲生儿子 叫了一句老爸 正是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之后古三通告诉成是非 之后他指点成是非 用意念将丹田真气 引致大脑 再散遍全身各处 成是非 随之浑身抽搐 下一秒 全身竟变成金色 双臂相撞 传来铿枪之声 稍一用力 周围铁锁兵器 便被吸到胸前 再猛然一震 兵器竟完全插入石壁 恐怖如斯 之后古三通 教完散工方法 便交代起一言 帮我打败老猪罗 然后 去找一个 叫素心的女人 告诉她 我很爱她 古三通将此 视为一生遗憾 她一辈子什么都敢干 唯独不敢说爱她 结果 被老猪罗抢走了 说完 苦笑两声 何然尝试 古三通一生痴迷武学 心中有爱 却不敢表露 白白错过一场 美好姻缘 因为执念 害得自己被囚天牢 害得爱人 长眠冰窖 徒留二十年 黯然神伤 与一生愧疚遗憾 好在 临死将一身武功 传给亲儿子 得到儿子的三拜九寇 还认她当了干爹 让她悲剧的一生 了得安慰 挑战铁胆神猴 承试飞这个小混混 是不敢的 她能做的就是 把古三通的话 带给她想见的人 而承试飞不知道的是 父母一生爆汗 悲剧收场 而她的美好姻缘 已经悄然而至 《天下第一》 是王晶在内地监制的 第一部电视剧 作为编剧 她的故事其实就是 金庸武侠柔和喜剧元素的 大杂烩 断天牙 是令狐冲 铁胆神猴 是岳不群 龟海一刀 是杨过 而承试飞误闯皇宫 迎娶郡主的戏码 不就是伟小宝 上集说到 承试飞在天牢第九层 碰到亲爹古三通 学会了金刚不坏神功 逃出生天后 又误闯皇宫禁院 恰好 看到几个黑衣人 掳了一人离去 为了隐藏踪迹 承试飞 随便溜进一个房间 却不想 此处正是当街皇妹 云罗郡主的闺房 云罗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不免刁蛮任性 平日里 又愿意学点 拳脚把势 总把自己当作 行侠仗义的女侠 对于把持朝政 日益做大的曹正纯 很是反感 无聊时 就戏弄小太监 打发时间 正巧 屋外曹正纯 追踪刺客来到此处 听到屋中 有异动 就强行闯入 却见纸上写着 烟狗快走四字 脸色顺变 心中不悦 却不好发难 只能带人 灰溜溜离开 躲在屏风后的程氏飞 见追兵离开 起身想走 却不小心 弄出响动 云罗 闻声而动 两脚越过桌椅 一招就将程氏飞擒拿 本以为他是刺客 想要教训一番 可程氏飞 成天骗人骗鬼 忽悠个单纯的小姑娘 还不是手到擒来 展示着身上的武功 说自己是云庸大侠 云罗竟然信了 还使出峨眉的 飞凤穿心掌 想要讨教起招 程氏飞虽是临阵魔枪 但四十年内力加持之下 任何武功看一变使出 便有八九成火候 仅单地就挡住云罗所有攻势 顺手就是一巴掌 结果自幼娇声惯养 根本没被打过的云罗 不仅不怒 反而笑了 说着还要再来 结果三两下就被制服 还被连吼带骗的 叫程氏飞老公 一对欢喜冤家就此结缘 之后云罗为了学功夫 好吃好喝的 伺候着程氏飞 与此同时 刚在云罗这受气的曹正淳 又被皇上破口大骂 原来被刺客掳走的是当朝太后 适逢出云国公主带领使团 与大明联姻 太后被劫有失国体 于是皇上一边封锁消息 一边让曹正淳和神侯 秘密追查太后下落 但出云国使者无完 显然不愿给这样的机会 他要求太后今日就接见公主 否则就是伤害邦国友好 曹正淳和神侯 见吴丸如此咄咄逼人 料定太后失踪与其有关 于是推托 说太后身体有恙 可吴丸却主动要求 为太后诊治 如此合理的要求 皇帝无法拒绝 于是曹正淳决定 将计就计 假扮太后 一来应付眼前难题 二来试探 吴丸深浅 于是曹公公化身女装大佬 搁着沙连与吴丸对峙 见吴丸纠缠不放 以天罡童子宫 仅一招就将吴丸打伤 第一道难关算是过了 但之后 立秀公主又要求面见太后 曹公公极力阻拦 甚至不惜与吴丸当面动手 而昨天 她假冒太后也被发现 就在这时 又一个女装大佬登场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太后是假扮的 可没一个人敢戳破 吴丸等人理论上 根本没见过太后 如果戳破 等于承认劫持了太后 而曹政纯是为了顾全大局 于是 一群人心照不宣地开始演戏 吴丸指责曹政纯假冒太后 要求责罚 程世飞便公报私仇 让人拿出一个夜壶 这绝对是曹公公最糗的一次 没有之一 吴丸告他假扮太后 要求责罚 程世飞憋着一肚子坏 竟然拿出夜壶 让曹政纯品尝 大事面前 曹政纯只能照做 只是夜壶的骚味 怕是要留下一辈子阴影 程世飞假扮太后 保住了大明的颜面 但他古三通弟子的身份 还是不进而走 神侯闻讯后 当即带着天涯和海棠 准备将其拿下 好在 云罗假装被他挟持 才助他逃离 之后 神侯通过万三千 找到天下第一神态 张晋九 以半滩女儿红的酬劳 让他帮忙查清 太后 丽秀 以及程世飞的事情 而张晋九 不负神探之名 三人的线索已有眉目 并直接点出 程世飞就在赌房 而先找到程世飞的 竟然是云罗 原来 云罗得知太后被抓后 也想略进棉薄 但他武功低微 于是找到程世飞 以二十万酬劳 让他夜叹国宾馆 程世飞 见前眼开 又仗着 金刚不坏神功 当即答应 入夜 程世飞跟踪无完 潜入国宾馆 却不想行踪暴露 施展武当踢云纵 开溜 但四面都被封锁 逃跑无望的他 被迫遇敌 看了眼手臂上的 玉女剑法 当即心中有数 捡起一根树枝作剑 竟与乌罗打得有来有回 但树枝 毕竟不是真正武器 被乌罗一招 跑云长打落 而失去武器的程世飞 也被击倒 就在乌丸准备解决掉程世飞时 断天牙飞身出现 原来 神侯也派他来打算情况 趁着断天牙与乌丸缠斗 程世飞撂下一句感谢的话 就脚底抹油 而断天牙知道 乌丸不好对付 帮程世飞解围后 以忍术顿走 再说 程世飞慌忙逃窜 却遇到丽袖公主 只见 丽袖指尖在鼓上一弹 程世飞心脏就不自觉 跟着震颤 接着周围鼓声大作 六面大鼓 雷鼓音波弓 程世飞虽有深厚内力 但不懂得使用 只能苦苦支撑 不消片刻就被震得七荤八素 这时鼓声停歇 程世飞以为结束了 可刚一抬头 一面巨大铜锣映入眼帘 原来 前面的鼓声 只是将心脏节奏变乱 最后的锣声才是杀招 等程世飞再次醒来 以为为了石箱软金散 浑身内力使不出一点 而他之前捉弄丽袖公主 此刻 公主怀恨在心 当场让乌丸 把程世飞分金错骨 然后装进坛子里 被放进一个隐秘屋中 而屋中竟然还有一个坛子 一个女人缓缓伸出头来 正是被劫走的太后 你能想到这个满嘴虎狼之词的女人 就是当朝太后 上集说道 程世飞夜叹国宾馆 败于立秀公主之首 被喂下毒药 分金错骨后装进坛子 却遇到一个女人 正是被掳走的当朝太后 交谈间 太后发现 程世飞搏锦后的武功秘籍 正是一金金和排毒大法 程世飞天赋奇才 又拥有古三通四十年内力 任何武功 只要看一遍 就能学得七七八八 当即就用内力催发 将全神毒素与真气融合 突然间目光锐利 将体内的毒水 从口中喷射而出 竟将树杖外的花瓶击碎 二人一时惊叹不已 逃生有望 可之后 程世飞再次运功 却威力大减 太后见此情况 便鼓励程世飞 程世飞这个小混混 第一次被人夸赞 只觉腹内一股热气上游 于是让太后继续 可太后平常被人阿谀奉称惯了 突然让她夸别人 显得有点雌雄 一个太后说出来的 竟然全是虎狼之词 且没有一点水平 不过程世飞很是受用 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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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地善良 见义勇为 大人大义 豪放不羁 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你肯定烽火万千少女的了 就是这一句了 可程世飞被分金错骨 只能躺在地上 之后 程世飞一金金与分金错骨手配合 在屋中一顿借力反弹后 筋脉骨骼恢复如初 程世飞救出太后 正准备离开时 恰好屋丸回来 两人连忙躲了起来 那屋丸从柜子中取出 巨毒无比的化石粉交给手下 却是准备离开京城了 程世飞自然不会任她离去 可太后满眼的不相信 你怕我打得过她 打得过 你还让人放在坛子里呀 太后 刚才你可不是这样 程世飞也不计较 只见她眼中一转 记上心头 程世飞来到屋丸房外 哈哈大笑 将屋丸引出来后 又各种嘲讽 然后脚上抹油 开溜 来到预定房间外 使出魔教缩骨弓 钻了进去 又对追上来的屋丸 破口大骂 屋丸被程世飞击得 早已失去判断 立刻冲进房间 被化石粉撒得 全身都是 好好好 就高了就高了 你这个日落最高 怎么算被我暗算到了 哈哈 不肖片刻 便化为一滩浓水 另一边 皇帝以慰问为名 探望立秀公主 实则是想行那雨水之欢 看来皇帝的后宫 应该也是这样的 皇帝 皇帝间立秀声的如此娇艳 瞬间惊从上脑 当即平退左右 走进立秀房间 观赏美人沐浴 可就在他沉浸其中时 一面涂生 立秀竟然迅速朝他飞来 将其制住 而且立秀竟然也是女装大佬 你这昏君对着我这么久 连我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啊 我这套扶桑点学法 不是普通人能够解得开的 去死吧 危急时刻 段天涯及时赶到 立秀见识不可为 当即使出忍术逃脱 天涯没有追击 而是淡定帮皇上解学 只因外面还有一人 归海一刀 一刀就将立秀逼停 但立秀武功诡异 并不缠斗 只见衣服轻飘落下 人已不见踪迹 接着雷鼓音波功再次传来 立秀连人都看不到 只能苦苦支撑 那音波功连成诗飞都抵挡不住 何况一刀 不一会儿就受伤吐血 而那令秀竟然从衣服中钻出 迈着妖妖的步伐 准备了结一刀 这时天涯再次出现 一刀趁机将其甩脱 面对两位大内密探 立秀不慌不忙 甚至放出豪言 你们两个今晚都要死 接着身后伸出 数道白灵 齐齐飞向天涯 一刀二人 两人全力躲避 仍被白灵缠住 拖向立秀 可两人也是高手 带来到立秀身前 一起出场 三人拼起内力 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 恰好 诚世飞带着太后路过 活该他立功 诚世飞见三人僵持不下 抱着看看热闹的心态 凑到跟前 开启画牢模式 走开了死量仔 哇 男人的声音啊 为了验证心中猜测 他在立秀身上 一筒乱摸 一只巨鸟 而这正是赵门 立秀瞬间散功 被天涯和一刀斩杀 这时皇帝大喊救命跑来 曹公公带人紧随而至 立了大功的诚世飞 届世又把曹公公一顿数落 可怜曹公公几次三番 在一个小混混面前吃瘪 却无可奈何 事情圆满结束 皇上刚说论功行赏 天下第一马聘精 立刻上线 草民诚世飞 托皇上的婚服 让这个乌丸给击杀 托皇上的红服 就算我们来不到 都会天打雷劈 将这个妖人给劈死 真龙天子 万灵庇佑 万灵庇佑 这一通马屁 把皇上拍得心花怒放 个个都有傻 之后皇帝赏赐 神侯上方宝剑 可上斩缠尘 下斩坚硬 同样都出了力 曹公公毛都没捞着 还受了一肚子气 心里就很苦 云罗摇了摇太后 太后立刻会议 向神侯举剑 成事飞为大内密探 皇上欣然应允 但神侯并不乐意 大内密探 并经过层层筛选 且个个都是心腹 亲如子女 如今 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混混 他哪肯接受 但皇命难为 只好答应 却要求成事飞 必须经过考验 才肯录用 画面一转 成事飞来到护龙山庄 看着神侯 想起古三通 交给他的任务 可就是这心思一动 就被神侯发现 好在云罗帮其解围 这是护龙山庄 最凄惨的一次 满庄上下 尸横遍野 伤官海棠 都被打成重伤 断天涯出走 云罗郡主 也被掳走 成事飞闻讯后 立刻追了出去 此时 两个黑衣人 正欲对郡主 行那强迫之势 危急时刻 成事飞赶到 黑衣人立刻拔剑 攻向成事飞 成事飞最内力深厚 但招式不精 仅两个回合 就吃了亏 于是又想到临阵魔枪 使出大力金刚指 但普有其行 面对一般人尚可 对付真正的高手 根本不够看 两招就被制服 于是又使出先鹤神针 但帅了没两秒 再次落败 无奈 成事飞脱了裤子 查看秘籍 却被一脚踹翻在地 眼看贼人就要得逞 成事飞心随意动 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有神功加持的他 虽然招式依然稀烂 但依仗金刚不坏 黑衣人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 上官海棠跑过来说 这是考验 让他收手 但此时 成事飞早已陷入癫狂 不管不顾 原来金刚不坏神功 虽然威力无穷 但用功时会失去理智 只有像古三通那样的精通者 才能驾驭心智 而成事飞显然无法控制 这时 战局已经一边倒 成事飞高高跃起 向一人攻去一掌 海棠上来阻拦 却被郑重肩膀打飞出去 另一人 飞身将其接住 摘下面杀 竟是归海一刀 而海棠捂着胸部 让他不要说出去 原来 海棠视女儿身 几人相处多年 一刀竟然不知道 这时 成事飞才恢复理智 指责为什么 和其伙儿戏弄他 天涯说 这就是考验 可成事飞心思单纯 最讨厌别人欺骗他 尤其是自己最在乎的人 失望之下 负气出走 另一边 东厂锦衣卫 在东南发现 乌丸与立秀尸体 朝廷怀疑 与巨精帮有关 于是派天涯与海棠 前往查看 二人刚拜访完 巨精帮帮主 就遇到一扶桑剑客 那人见到天涯 立刻拔剑 而天涯声称 这是自己的私事 也随即抽刀 与那人站在一处 幸好帮主及时赶到阻止 可天涯一个中原人 怎么会和扶桑人有仇呢 这个男人 杀了自己大舅哥 娶了自己小姨子 又杀了自己岳父 而所有事情 得从他16岁那年说起 那年天涯基本功 以提为扎实 神侯却不打算教他高深武功 而是说他适合学习人数 于是送给他一把金刚软件 和推荐信 让他东渡胡桑 拜一鹤派武藏为师 当时的日本战乱出平 社会动荡 天涯为了行走方便 化名浪人龙则一郎 监狱勇为时 结识一鹤门人小林郑 在小林郑的引荐下 来到一鹤派道场 在道场外连贵六天六夜后 终于打动一鹤武藏 被收为入室弟子 之后天涯与其他门人 一起习练一鹤忍术 也与小林郑成为一生挚友 时光荏苒 天涯忍术大成 受柳生弹马手之邀 参加忍术交流会 柳生弹马手女儿柳生血迹 天生意志 见到造诣极高 在庭院中当众演练柳生忍术 而那道倩影 也深深刻在了天涯心中 某次采药途中 他遇到想要找他切磋的血迹 两人刀剑碰乱 招式眼花缭乱 却毫无杀心 几招过后 血迹腾身而起 轻盈卧在桥头之上 段天涯右手反向持剑 左手虚握 飞身向血迹攻去 却见血迹直直坠入水中 天涯紧随而去 刀剑触碰水面 两人同时腾身而起 踏水而行 两道身影交错 刀剑相撞 二人又不自觉看向对方 一见钟情 之后点到极止 二人向桥上飞去 一缕青丝落下 胜负已分 段天涯接住青丝 却不小心 说出他的汉人名字 血迹立刻威胁他 要告诉自己父亲 天涯让他提要求 被我下山 我累了 火红夕阳 下山的路显得格外漫长 而天涯知道 下山后 他要放下背后的人 可心里从此 再也放不下那人 某日 段天涯在林中 席殓身法时 无意中拦住 策马而过的 柳生石兵卫 石兵卫身为柳生家族的长子 一向盛起灵人 与段天涯 话不投机 便拔刀动手 两人相知不下时 空中飞来一人 一招便将两人分开 石兵卫 见那人不紧不恼 反而摆出晚辈姿态 对那人极为尊敬 言语间 就是想拜那人为师 原来 此人正是东营第一剑术高手 冥狂四郎 成名绝技换剑 出神入化 冥狂四郎 对于投向幕府的柳生家 十分不屑 对柳生石兵卫的拜师请求 也是言词拒绝 而段天涯 看着离去的冥狂四郎 想到那惊艳一招 他意识到 这才是神侯 让他学习的顶尖武学 于是 他找到冥狂四郎住处 坦白一切 希望拜师学艺 冥狂四郎 不计较他的汉人身份 却提出一个要求 让他杀掉贪官 石元 天涯欣然前往 落叶纷飞 脚步匆匆 一对武士 护送石元 穿林而过 领头人却突然察觉到杀气 下一秒 一黑衣人突然杀出 只取教中的石元 那领头人 一剑挑开黑衣人一击 让手下带着石元先走 自己留下 缠住杀手 两人在林中 你来我往 刀剑相撞 铿锵之声不绝 一时竟谁也奈何不了谁 缠斗许久后 杀手看到领头人 两己灭杀后的真柔 愣在原地 失神间 那领头人一剑 将他灭杀挑落 而杀手也回手扫去领头人灭杀 正是柳生雪姬和断天涯 情投意合的两人 多日不见 此刻看到对方当即收剑 开心地抱在一起 昏存后 雪姬问及缘由 天涯也不隐瞒 雪姬恶请思良 便做出决定 雪橙幻剑之后 来柳生家带我走 说完便挥刀自伤 只是要给父亲一个交代 天涯明白爱人苦心 当即仗剑追赶石渊而去 之后 轻易解决掉守卫 将石渊的人头 带给了棉筐四郎 而棉筐四郎 也遵守承诺 将幻剑倾囊相授 只是提了一个要求 不许断天涯 用幻剑杀东明人 而那石兵卫 数次败师不成 还被棉筐四郎打伤 怀恨在心的他 便想了一条毒计 这条毒计 害人害己 还让天涯 与雪橘的爱恋 走向悲剧 上集说到 断天涯诛杀贪官十元 得到棉筐四郎 幻剑真传 而柳生石兵卫 多次败师未果 甚至被棉筐打伤 怀恨在心的他 想到一条毒计 半个月后 他再次找到棉筐四郎 态度嚣张 与其强硬的 求教剑法 棉筐自然不肯 便想出手教训 这狂妄之人 没想到 刚一运进 丹田便传来剧痛 别说内力 连站稳都费劲 原来棉筐有随手 吃野果的习惯 石兵卫便每日 在野果上下毒 如今 棉筐已身中曼陀罗之毒 不出一个时辰 就会毒发身亡 想要解药 只能拿剑法来还 棉筐身为一代宗师 自然不会受人胁迫 将一身绝学 传给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 石兵卫气急败坏 便要弄死棉筐 这时天涯赶到 一招就将其击退 石兵卫剑不可立敌 转身就跑 天涯凭借超高忍数 如影随形 直至来到一处悬崖 石兵卫无处可逃 只能被迫应战 天涯也不废话 直接拔剑 与其站在一处 一心求得解药的他 无意伤人 可石兵卫眼看不敌 尽丧心病狂的 将解药倒掉 这下 冥狂必死无疑 而天涯也彻底动了杀心 再不留守 换剑一出 整个世界亮得 让人睁不开眼 电光火时间 天涯指出一剑 便将石兵卫重伤 而石兵卫困兽游斗 天涯想起棉筐层交代 不能用换剑杀东营人 于是 拔出腰间的金刚软剑 一剑 两剑 三剑 第四剑 剑断人亡 带天涯回去 棉筐不堪剧毒折磨 拔刀自吻 另一边 石兵卫尸体被带回柳生家 柳生弹娃首 根据伤痕 很快判断出凶手 正是龙则一郎 于是 带着新阴派众弟子 去往伊赫派 双方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与此同时 自知闯祸的天涯 向伊赫五藏 坦白了一切 五藏爱徒心切 又顾忌与石猴情义 让天涯返回中原避难 但对外必须声称 已将其逐出伊赫派 之后 五藏向众人解释情况 两派恩怨 暂时停歇 而天涯临走前 详细与雪姬的约定 于是 派人送信到柳生家 约定晚上此时见面 却不想被柳生弹马首发现 柳生弹马首得知 爱女与杀凶仇仇人 眉来眼去 勃然大怒 逼迫雪姬趁机报仇 雪姬含泪答应 可亲人与爱人的抉择 让她无比纠结 但她想不明白的事情 她十二岁的妹妹飘絮 却看得极为透彻 三言两语 就让雪姬恍然大悟 并指出 柳生弹马首想借机 扶杀断天涯 于是 姐妹俩也商量出破解办法 第二天 雪姬在院中乱砍一通 一副失了心智的样子 柳生弹马首 只能将其击晕 而设伏计划 也随之破产 晚上 断天涯在樱花树下 没有等来雪姬 却等来了飘絮 飘絮是来传信的 让断天涯 明晚去柳生家附近 如见烟花 便可见人 如若不见 便终生不见 断天涯也让飘絮转告雪姬 即便见不到她 也明白她的心意 你转告她 我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 我想请她会来的 这一刻 断天涯的痴情 就让飘絮这个小姑娘 牺牲嫉妒 晚上 烟花在天空 绚烂绽放 断天涯心喜一常 一日清晨 天降大雪 樱花树下 雪姬一身白衣出现 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子 她抛弃了五十道 抛弃了亲人 只为能和眼前的男人 紧紧相拥 一生相随 时间不多了 两人立刻启程 可刚告别了小林正 两人就被柳生弹马手 拦住去路 看来 他们的计谋 还是被老狐狸识破了 风雪中 几人相对而立 柳生弹马手 劝说无果后 拔剑 小飞斗笠 顺势手起刀落 斗笠一分为二 从此 与雪姬断绝妇女关系 而这 也成为开战信号 事后 新银派弟子 齐齐拔刀 断天涯 无奈拔剑 杀入人群 而雪姬 则与自己父亲 刀剑相向 雪姬虽然年少 但天资卓绝 一时竟与父亲 不相上下 这时 天涯解决完 其他忍者 赶来支援 两刀将柳生弹马手 逼退后 使出金刚软剑 缠住柳生长刀 两人同时拔出短刀 向对方后心刺去 竟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千军一发之际 雪姬突然出现 为天涯挡下一刀 而柳生弹马手 则身受重伤 天涯发现不对 立刻去扶 雪姬 却因这一刀 直接断了生机 一句遗言都没有交代 只深情看了眼爱人 便香消欲允 而重伤的柳生弹马手 被赶来的飘絮 救下宝座的性命 雪山上 风雪中 痴心总是断肠人 天涯痴痴看着雪姬的墓碑 无论曾经约定了 多好的未来 如今能给的 也只剩下承诺 天涯在此历史 从此终身过去 如为此事 永如此剑 多年过去 天涯再次见到柳生弹马手 仇身四海的两人 自是不死不休 可巨精帮帮主出现后 柳生弹马手 却直接收箭入鞘 对曾经的恩怨 只此不提 老狐狸如此隐忍 必有所图 天涯与海棠 此次来到东南 就是为了查清 巨精帮与福桑是否勾结 可这个帮主整天五文弄墨 帮中事务全交给李长老打理 而柳生弹马手 正是三年前 受李长老之邀 来到巨精帮 必定是有什么巨大图谋 才能让柳生弹马手 暂时放下这血海深仇 之后某天 小林郑约天涯竹林见面 却是归还天涯 与雪姬的定型信物 突然一阵白烟袭来 等天涯发现不对 小林郑已重招倒地 刀剑破空声 侧边响起 以黑衣刺客 忽雾出现 天涯立刻拔剑 与之缠斗 剑气纵横 卷起层层落叶 刀剑相撞铿枪之声不绝 两人招招狠辣 只许对方要害 交手数招 天涯已看出对方使的是 柳生家剑法 便不再留手 使出换剑 身影化作虚无 突见刁钻一长 只几招 黑衣人便被剑气扫中 身形旋转后退间 黑衣爆开 竟是一个面容较好的女孩 样貌与雪姬 有九成相似 天涯通悟看到此人 瞬间失神 竟觉得 是自己朝思暮想 却早已阴阳两个的爱人 雪姬 你是来接我的吗 断天涯 使出换剑 挑落刺客面纱 监纳人与雪姬 竟有九成相似 恍惚间 以为是过世的爱人 来带走自己 不免诉说 相思之苦 纳人略作犹豫 还是脚尖一点 持刀刺来 而天涯不闪不躲 长刀刺入肩膀 也纹丝不动 纳人见天涯 如此痴情 不忍在下杀手 扔下解药后 转身离开 原来 纳人正是雪姬的妹妹 飘絮 当年 她参与姐姐 与天涯私奔 目睹了姐姐与姐夫痴情 年底十二岁的她 心中竟有些嫉妒 多年过去 再见到曾经的姐夫 心中除了仇恨 还有一丝少女 难以启齿的激动 又见时隔多年 天涯对姐姐 依旧如此痴情 更是羡慕 多希望也有这样一个人 爱着自己 姐姐 我好羡慕你 你知道吗 到现在 天涯都忘不了你 而飘絮心底 何曾忘了天涯 这天 小林正突然找到 卧床养伤了天涯 询问她 是否左肋下 隐隐酸痛 天涯稍一运功 才发现 内力运行受阻 左肋下 却有痛感 小林正见状 直言 天涯已经中了 柳生弹马手的碎骨掌 这碎骨掌 中招者 中招时 不会有任何感觉 可七七四十九天后 就会碎骨而亡 天涯这才想起 当日与柳生交手 中了一掌 怪不得 老狐狸 当时见到帮主到来 也不再凶缠 竟是早就下了杀招 只等断天涯 碎骨而亡 而要医治 碎骨掌 非柳生家独门密钥 双龙丸不可 但天涯 自血迹离世 早已心死 生死全凭天意 小林正急在心里 却没有任何办法 另一边 柳生弹马手 与李长老 密谋其事 李长老担心 天涯海棠等人 会坏事 柳生却信誓旦旦 言语间 透露天涯 以中其碎骨掌 一个死人 不足为惧 可两人的对话 恰好被飘絮听到 晚上 他便找到天涯住处 却被海棠拦在门外 因为早已知晓天涯 与海棠关系密切 不免醋意大发 言语带刺 而提及此事 海棠也是苦笑不已 他一直暗恋天涯不假 但天涯只当他是妹妹 在听说天涯 与血迹的生死绝恋后 他也被感动 选择放手 只希望能当个好妹妹 飘絮文言 语气也舒缓了许多 之后 让海棠送信给天涯 隔天 两人相约在 血迹的衣冠种见面 而这天 正是血迹的忌日 天涯看着折纸色的飘絮 两人聊起曾经的过往 天涯却是一心求死 希望飘絮能够成全他 但飘絮不仅不会动手杀他 还要治好他的内伤 为了姐姐 还有那句没有说出口的爱 条件只有一刻 像当年背姐姐一样 背他下山 一样的夕阳 不一样的人 当年天涯希望下山的路 没有尽头 如今飘絮也希望如此 当年天涯放下背上的血迹 却在心里将他祭牢 如今飘絮从天涯背上下来 却把天涯放到心头 这是天涯历世终生不娶 对于飘絮的疯狂示爱 无动于衷 不过就是这样的痴情 才让飘絮更加无法自拔 入夜 飘絮去偷双龙丸 却无意间听到柳生蛋马手 与李长老商议提前动手 柳生顾及海棠等人的官家身份 未免夜长梦多 决定明天动手 夺取巨精帮掌控权 而飘絮闻讯后 立刻前往天涯住处 将双龙丸交给海棠 海棠不宜有他 直接将药送了进去 而飘絮则告知小林郑 柳生等人准备明日动手的事情 可这时 屋中突然传来海棠急些的声音 二人冲进屋中 只见天涯可雪不止 飘絮伸手搭脉 发现天涯脉象紊乱 是中毒迹象 海棠和小林郑觉得 是飘絮故意下毒 飘絮却表示 如果自己真有杀心 机会多的是 何必大费周章 而天涯也表达了对飘絮的信任 想来又是柳生大马手的诡计 得知柳生准备提前动手时 他分后海棠和小林 更赶紧准备 不用管自己 两人自知无计可施 只好先行离开 飘絮见天涯 无条件相信自己 更是感动 眼神一转 便想到解毒办法 新鹰派柳生家族 有意不传功法 换名原规弃功 对解毒有奇效 只是运气时 浑身燥热 驱退去全身衣物 天涯文言断然拒绝 他已害的姐姐血迹生死 再不能害了妹妹 飘絮的清白 可决绝直言 让血气翻涌 当即毒发昏死过去 飘絮见天涯毒发 若再耽搁 神仙难救 当下再不犹豫 退去一山 靠了过去 一日天涯悠悠转醒 身上剧毒完全清除 只是提及解毒方法 讳莫如深 而做出巨大牺牲的飘絮 回到家里 正撞见柳生弹马手 准备出发 飘絮表示 不会对天涯动手 柳生弹马手 见女儿称呼仇人 如此亲切 不得不承认 小女儿也爱上了断天涯 面对这坑爹祸 一气之下 上去就是一巴掌 直言她早已洞悉一切 故意将解药 换成了毒药 此时的断天涯 必定神仙难救 却是仍旧爱女心切 希望劝女儿迷途知返 但她却不懂自己 这个小女儿 飘絮比起血迹 更加聪慧 也更加决绝 更有主见 自己认定的事 就会一往无前 事已至此 飘絮也直言不讳 到处自己 以用圆规系功 救活断天涯 柳生大马首听到这话 怒不可遏 直接发出一掌 踢中飘絮后背 飘絮吐出一口血后 微微一笑 告诉父亲 他已经成功了 他已彻底倒向了断天涯 使天涯为夫 自然要帮自己丈夫 他料定 父亲会对他动手 于是提前在后背 涂了三部化工伞 此刻 柳生大马首 使不出一点内力 对于自己这个女儿 也彻底无语 事已至此 他也不是飘絮对手 只好离开 找到李长老 希望暂停行动 可李长老 已经邀请了帮主 箭在弦上 已不得不发 柳生大马首 也只能勉为其难 之后帮主驾到 李长老 图穷比肩 逼迫帮主退位 可就在这时 三名忍者 却突然反水 这绝对 是最坑爹的女儿 爱上杀兄害己的仇人 开火中仇人 暗算自己的父亲 导致柳生大马首 三年谋划 在关键时刻 出了岔子 为了逼迫巨精帮帮主退位 柳生叫出了埋伏的人者 却不想 其中三人突然动手 偷袭 杀掉了其他同伴 正是段天牙三人 段天牙表示 柳生的所有手下 已经被他们解决 李长老 见情势不对 火断开溜 小林郑和海棠 哪会放他鱼猜 石刀将其拦住 而段天牙 再次对上柳生战马首 那柳生 中了三步三公伞 一点内力使不上来 实力不止往日三成 渐渐落入下风 两人从屋中打到屋外 面对天牙的凶猛攻势 柳生只能苦苦支撑 带海棠新助理长老 柳生也终于土地不尽 长刀被打飞 两人三年谋划 因为飘续的出卖 一朝成空 但段天牙正直迂腐 知道柳生内力全无 胜之不武 竟然放任仇人离去 柳生也是能屈能伸 放下狠话后 转身离去 入夜 心存愧疚的飘续 想找父亲解释 却见满地夹兵尸体 察觉有意的他 正要抠负自己 还要飘续来当他的借错人 飘续面露愧色 柳生继续说道 任务失败 他无言面见将军 又说不怪飘续 是自己教女无方 将所有罪责以理承担 听到这话 本就心虚的飘续 更是羞愧地落下泪来 表示只要父亲不切负 他愿意做任何事 柳生听到这话 眼神一转 等的就是这句 于是他逼飘续发誓 我留生飘续 那天即使 只要是父亲 不欺负 我愿意听从 父亲对我的一切指示 之后 飘续决绝地找到天涯 一来寻求解药 二来转达 柳生干马手的战书 约定今日黄昏 在雪姬衣冠肿前决斗 天涯知道 这纠缠多年的恩怨 必须做个了结 于是 不顾海棠祖兰 将解药交给飘续 并答应 黄昏决以死战 当日黄昏 两拨人相对而立 没有多余的言语 血仇还需血来解 飘续还想说点什么 柳生弹马手 却已下了决心 女婿杀死大舅哥 害死妻子 拐走小姨子 又坏老丈人 谋划三年的大事 血海深仇 不过如此 而血仇当用血来解 说吧 两人平退左右 同时拔剑出销 踏步而行 转眼刀剑相撞 之后 金玉之声不绝 一时竟难分高下 十几招后 两人各自退开 再起招式 柳生却是 浑身契机一变 散出滔天刀意 罩住两人 一旁的海棠等人 看出其中凶险 知道柳生弹马手 指出了权力 而面对柳生的天涯 感觉更为真切 这柳生 短短几天 似是功力大净 不免心中低估 多了些防备 只见柳生飞身攻来 一招力批划山 天涯横刀格挡 而那柳生 却毫不停滞 继续出招 使出无庸角 连点天涯胸口 又是一技剪刀脚 将天涯摔倒在地 天涯还未起身 柳生的攻势幼稚 此时的柳生弹马手 攻势绵密如潮水 气势磅礴 似山崩 天涯只有招架之力 毫无反击之功 又是一技重拳 天涯已然重伤 而柳生毫不留守 使出全身力气 泰山压底 天涯苦苦支撑 但对手的刀锋 离至额头 生死已在一线之间 海棠忍不住出手 飘续却比他更快 趁两人相持不下 从后偷袭 一刀斩中柳生后背 然后出戒如龙 这时柳生后背露出几魂金针 天涯识广的海棠 一眼认出 这是金针刺学大法 可短时间让内力倍增 而此时 战局已然白热化 飘续功力本就比雪姬高出许多 此时又是不要命的打法 招招用强 战局先手优势的他 总是快柳生一步 二人连拆数招 难分高下 但柳生身为精师 战斗经验丰富 抓住破绽 用家传搏击术 将飘续摔倒在地 立刻挥出一刀 而飘续腾越躲避 顺势攻击 柳生又借机扣住其手腕 将飘续摔飞出去 天涯适时出现 不给柳生丝毫休息机会 而柳生先知 金针刺学 时效不久 决定一招正胜负 使出招牌绝学 杀神一刀斩 全身尽力灌注一刀 一刀一拳杀神 欲佛杀佛 磅礴刀器 瞬间将天涯斩飞 而飘续趁着空档 使出从小劈血练就的 独门绝技 雪飘人间 威力竟更胜杀神一刀斩 柳生只得不断劈砍防守 天涯趁机 膝蜉上前 而飘续趁机一刀 刺中柳生 柳生已然失去战力 而天涯也不再留情 用刀笔将柳生打落悬崖 一代宗师 在女儿与女婿手中 落了个尸骨无存 而本就心中有愧的飘续 见尸首是腹 一时情绪激动 晕了过去 回到家后 海棠为他诊断 发现飘续原神受挫 空有疯癫可能 天涯见情势危急 一边传信给神猴 请求接应 一边带着飘续 快马赶往京城 之后 神猴拿出珍藏的七色灵芝 并请天下第一神医 赛华陀出山 神药加神医 药道病除 飘续很快转息 但身体好医 心病难医 杀死父亲 将是飘续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天涯想到 一个女子对她如此种种 尘封多年的心 在此刻松动 我想当你的丈夫 飘续文言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流着泪点了点头 与天涯相拥 之后 飘续自费武功 与柳生家 彻底斩断关系 这让天涯更加感动 很快 两人在神猴主持下闪婚 修成正果 但飘续依旧时常梦魇缠身 而恰在此时 怀上身孕 天涯为了妻儿决定 远离纷争 神猴本不同意 但见天涯坚持 让他们去往蛇岛疗养 而断天涯的离开 让护龙山庄实力大减 曹正纯决定 趁机除掉神猴 这一心腹大坏 一条毒计随之展开 断天涯斜飘续 归隐蛇岛后 曹正纯意识到 护龙山庄实力受损 于是加紧行动 试图进一步削弱神猴实力 此时手下报告 云罗因太思念程氏飞 烧了马房 曹正纯顿生一计 准备利用云罗 干掉程氏飞 于是派手下 蛊惑云罗出宫 又带他去往赌房赌钱 云罗因为着急出宫 并未携带银俩 便将人鱼明珠作为赌注 却不想明珠被劫 恰好落入曹正纯手中 于是曹正纯一边将云罗 关进天牢 一边谎称 明珠中藏有天香鉤蔻 想借此陷害神猴 好在神猴机密 手下碟子又遍布皇城 曹正纯诡计被轻易识破 最终一刀救出云罗 危机解除 但经过此事 神猴也意识到 手下人才捉襟见肘 与曹正纯也即将撕破脸皮 于是派海棠外出 希望找回程氏飞 担任皇子第一号密探 海棠拧命不敢搬戈 得到情报说 程氏飞在富贵村出现过后 立刻启程 来到死处 只是富贵村一片破败 到处都是流民 毫无富贵可言 正好撞见龙虎豹 恶霸三兄弟 欺凌外地游客 看不惯的他 见义有没 轻松诚挚的三恶 本以为是一件 随手为之的小事 不想 拿被救之人 却缠上了他 要说 被救之人也是个怪人 问殿小二问路 随手就是一百两 见到卖刺的 卖艺的 出手就是一定黄金 见到乞丐 流民也是格外大方 如此视钱财如粪土的 只能是天下第一首富 万三千 寻找程氏飞一事 神侯就曾想求助于他 不想万三千 却出现在富贵村一带 只因他富可敌国 无语无求 只想求一段天赐的姻缘 又偏信命理 天下第一神算 测出他的有缘人 会出现在富贵村 并会救他三次 而海棠 分别在酒楼与街上 救了他两次 他怀疑 女伴男装的海棠 便是自己的有缘人 可神算说 有缘人是女人身 于是他出手试探 想推海棠下水 以便雌雄 结果 不小心 失足落水 再次被海棠所救 这下 他更认定海棠 便是自己的有缘人 对海棠所谋之事 也更加鼎力相助 有钱能是鬼推磨 天下第一首富万三千 为了帮心爱之人 让天下第一神算 算出城市飞位置 又让天下第一神探 张敬九确定 之后 与海棠结伴来到恶人谷 原来 城市飞是被恶人谷三恶所情 想逼他嫁给三恶的三个仇女 海棠见到城市飞 便想出手助人 却不料 背后吃痛 往后被摸去 发现 是一枚涂满民药的银针后 便晕了过去 原来 恶人谷龙虎豹三兄弟 并不是大鳄 还有三个母老虎 才是雄雄极恶 这下 抓了三个男人 三个仇女 一人一个 三恶心满意足地 带着母老虎们下山 临走时 还开启机关 断掉下山的唯一通道 而山上 只剩海棠短缘后 万三千 探出邪中的匕首 为其人松绑 轻易解决三个仇女后 众人赶忙下山 却发现 道路已绝 海棠两人顿时大吉 万三千 却表示 自己有办法 说吧 打开背后白宝箱 在里面一阵挑选 拿出一块令牌 然后 手持金牌 吹响口哨 不消片刻 空中便飞来一巨大黑影 但到近前 却是一人驾驶风筝而来 来人自称是 鲁班门鲁风 极其擅长 制作机巧物件 落地也不多言 又搭起一架风筝 之后 让万三千 和海棠同成一个 自己和程氏飞 同成一个 四人遇风飞上天际 但程氏飞 毛手毛脚 失手扯掉 风筝主绳 风筝失控脱离 预定方向 而当海棠两人落地后 海棠大为着急 万三千 却直言 无需多虑 早已约好 在富贵村会合 于是 两人再次来到富贵村 只是短短几日 富贵村早已变了模样 沿街商铺林立 哑吓声不断 路上行人 摩肩皆肿 甚是繁华 再没有一丝 之前的破落模样 海棠诧异 谁有如此手段 万三千 却只笑笑 这就是钱的力量 什么是超能力 海棠与万三千出门 被一个小孩撞倒 不仅不道歉 还捉弄他 海棠随口说了一句 没家教 说者无义 听者有心 之后海棠又被一罪汉撞到 被罪汉讥讽 是娘娘香 海棠不愿与他计较 可万三千 却暗暗记在心中 入夜 他来到一屁镜处 拍了拍手 便有一群人围着上来 万三千说道 有缘人已经出现了 我要不惜一切 给他留情形 第二天 海棠上街寻找程世飞 却见 昨天的小孩父母 被刮在树上 正疑惑间 又见那罪汉 满手是血 口中不停地说着 自己是娘娘香 却是早已没了命根子 海棠疑惑地 看向万三千 知道 定是这怪人搞的鬼 但心中依旧挂念 程世飞不好发作 可之后 两人遇到鲁峰 一人返回 原来是程世飞 先一步苏醒 再次跑路 海棠大为失望 万三千 却劝他不要着急 吃完饭 再从长记忆 却是万三千 准备表明身份 带饭菜上桌 尽是真凶美味 会熊掌 石斑鱼 不是御膳 就是江南名菜 还有天下第一名图的汤 和大内珍藏的女儿红 海棠感叹 万三千的神通广大 但惊喜还远不止如此 说话间 隔壁传来海棠最喜欢的琴声 而海棠最喜欢的画声 又呈上了一幅画作 万三千适时开口 海棠还装傻充愣 万三千则直接打开画卷 画中人正是女儿装扮的她 海棠大惊失色 质问对方 意欲何为 而万三千 则如蜀家瞻地说出 海棠的身份与喜好 又说 天下受过她恩惠的人 实在太多 只要她有需要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会赶来帮忙 沿着于此 海棠也猜出了 对方的身份 难道你就是 富比十重 全国首富万三千万大人呢 我希望你以后叫我三千 海棠开口拒绝 但却说话委婉 因为他太知道万三千的分量 这个男人是天下第一首富 家产比朝军十年顺收还多 是无论神侯还是曹正纯都不想招惹 还要尽力拉拢的人 可他向海棠表白 海棠却拒绝了 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但很多东西多少钱都买不到 爱情就是其中一个 万三千也很有风度 没有强求 而是说会一直追求 海棠集中生智 说只要万三千答应他三个要求 他便同意嫁给万三千 万三千大喜让他随便提 可海棠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找到剩余两颗天香豆蔻 万三千听完面露蓝色 神侯让他找了二十年 他也没找到 海棠见他犯男心中大喜 说等找到了再来找他 然后转身离去 而万三千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看着远去的备养 叫来两个手下 而那再次逃走的程世妃 来到一小镇 恰逢县太爷审案 却是伙同师爷 想强抢弥附 程世妃听周围群众讨论 已了解其中大概 好管闲适的他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用分金错骨手 轻松收拾了几个牙翼 那县太爷在程世妃的武力压迫下 也只得认怂 怕那男女无罪 而程世妃因此成为全民英雄 被民众抬着游街 可当他正享受欢呼与爱戴时 却听街角传来哭声 过去查看 发现哭泣之人 正是云炉的侍女小奴 小奴看到程世妃 就像看到了救星 说郡主被歹人掳走 让程世妃赶紧去救 程世妃知道事态紧急 放下完事不公 让民众帮忙去找 而直觉告诉他 此事与县衙有关 于是带着小奴来到县衙 却见尸横遍野 程世妃顿时提高警惕 这时空中忽然飞来一团红线 罩住程世妃 地上的两个牙翼尸体 也跳了起来 甩出红线 几人身形藤月 不断变换位置 操控红线 还没来得及反应 程世妃便被绑在 形似珠网的红绳之上 而操控红绳之人 也表露身份 称称是山西武毒 而程世妃身陷鲤鱼 又开始展现小滑头本色 武毒的名字 被他翻来覆去地问 而武毒明显 是练毒练坏了脑子 被程世妃耍得团团转 不仅说出自己 是受曹正纯所托 来杀程世妃 还交代出云罗的位置 而当他们准备动手 解决到程世妃时 一暗器破空飞来 打掉了蝎子手中的武器 武人顿时如临大敌 去见暗器如雨般抛洒而至 武毒用武器抵挡 火攻刺剑 金蕴之声不绝 而那暗器落地后 竟是再寻常不过的花瓣 武毒看着身上的伤口 才想到 这是吴恒公子的招牌绝技 漫天花雨撒金钱 在武人的一番吹捧后 大门打开 一手持折扇 头戴斗笠的翩翩公子 信步而来 武人当即不敢乱动 他这条命 本公子一定要保 人的名 树的影 武毒见来人态度如此坚决 当即认怂离开 而确定武毒走远后 那人用扇子破掉红绳 程世妃正要上前感谢 那人却摘下毒力 正是得吴恒公子 真传的上官海棠 程世妃知道海棠所求何事 但如今 营救云罗才是头等大事 当即不再多言 而那武毒不知被骗 还尽兴保住了小命 却不想遇到东场大荡头 铁爪飞鹰 说明经过后 铁爪飞鹰直言上当 原来那吴恒公子天生洁癖 明明可以走路 却怕沾染泥土 所以出行都是四个美女抬轿 与此同时 程世妃找到了 被绑在树上的云罗 飞身来救 云罗却提醒他小心上命 程世妃抬头一看 却见一群萤火虫 当即驶出 少林剥热金刚掌 烧死了毒虫 却有一只毒虫飘进了心口 程世妃急忙去抓 却什么也没抓到 这时 铁爪飞鹰带着武毒赶到 一场大战如何避免 程世妃跳脚骂羊 喊着要将武毒拍死 那蜘蛛却嘲笑他 快连只蚂蚁都弄死了 接着提醒程世妃 查看手掌和胸口 程世妃定睛一看 只见手掌上有一道黑线 胸口也有一股黑气 窜来窜去 原来那萤火虫 是武毒精心培育的毒虫 一旦毒虫露体 半个石砚就能钻进心脏 到那时 大罗神仙难救 海棠见情势危急 不断用银针封住程世妃筋脉 这时 武毒等人齐齐攻来 海棠与之缠斗 在几个密探中 海棠武功最低 以一敌六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 程世妃又危在旦夕 硬拼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 海棠用骑门钻甲 配合漫天花鱼撒金钱 困住几人 带着云罗和程世妃逃走 之后 三人来到一处破庙 程世妃幸有金刚不坏神功 才没生死 只是智力在不断下降 此时 他只有七岁智力 一天会下降一岁 但如果吃了云鹰鸡蛋 便可减缓为 五天下降一岁 而海棠 虽然精通伊犁 可暂时压住毒性 但想要解毒 必须用天山雪莲 这时 云罗提醒 天山雪莲收藏在皇宫玉德池中 海棠再不耽搁 当机前往京城 而海棠走后 云罗察觉到五毒靠近 于是 与程世妃扮成精通玉女 而五毒到了破庙门口 竟然分头查找 智商本就不高的他们 又犯下致命错误 结伴静妙查探的金蚕和丑蚕 被云罗和程世妃偷袭杀死 等其他三毒赶到 云罗和程世妃早已逃之夭夭 但逃跑时 走得太急 不慎跌下悬崖 幸得一对老夫妇相救 恰好 老夫妇家里就有云鹰鸡蛋 而三毒之后 与千狼军会合 继续寻找云罗等人下落 再说海棠 马不停蹄赶到京城 扮作小太监 混入玉德池 而曹政纯也收到消息 待人赶到 冲进玉德池 想要搜查 却被皇帝骂了出去 之后 海棠趁皇帝熟睡 偷走天山雪莲 却被禁军发现 带一群禁军 哪是他的对手 海棠轻松跳出包围 但这时 曹政纯面带笑容感到 抬手指住手下 有人说 曹公公这一退 整个中东武侠都倒退了 海棠进攻倒走天山雪莲 刚冲出禁军重围 又被曹政纯拦下 海棠知道曹政纯不好对付 一出手就是招牌绝技 漫天花雨撒金钱 可曹政纯轻面一笑 浑身刚气外散 震飞花瓣的同时 也将海棠震飞 然后凌空跃起 向海棠攻去一掌 危急时刻 以黑人突然现身 接住海棠的同时 出掌将曹政纯击退 曹政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当时心中怒起 不再留守 直接使出撒刀天刚元气 磅礴真气向那人席卷而去 却见那人拔刀出鞘 长刀在手中化圆 形成浑厚刀气 两股真气碰撞间 曹政纯竟被再次击退 怒不可遏的他 已认出来人身份 然后再次向黑衣人攻去 拳脚并用 而那黑衣人一手扶住海棠 一手使刀接连抵挡 却是边打边退 这时曹政纯又高高跃起 攻来一掌 黑衣人躲避不及 被震动胸口 他似是动了肝火 放开海棠 运起全身真气 全力斩出一记绝情斩 曹政纯也不敢大意 但全力一击的绝情斩 威力惊人 曹政纯虽然无碍 却被震退数十仗 而那黑衣人趁机带着海棠 翻墙逃走 进军准备去追 却被曹政纯拦下 没想到霸刀如此厉害 难道他就是霸刀 江湖上霸刀已经消失 全是因为他 那他是谁 弟子第一号 灰海一刀 再说一刀 海棠脱险后 海棠立刻前往破庙 与云罗会合 却不想见到了另一个自己 此人正是千蜜狼军 极其擅长 易容之处 云罗见到两个海棠 傻傻分不清楚 而假海棠早有损备 惊骗的云罗相信自己 却是趁机射出飞镖 定住海棠首长 而海棠武功 虽不算顶尖 继谋智慧 却是一流 眼看情势不利 假死 骗千蜜狼军靠近 然后忽然出手 一掌拍动其胸口 然后拔下暗器 迅速射出 直动千蜜狼军咽喉 危急化解 两人也不多做言语 火速赶往桃源村 营救 成是非 可刚出破庙 却被三毒的陷阱侵获 就在蜘蛛 准备出手杀掉海棠时 却赶到一股 阴森杀气袭来 其他两毒及时躲避 而蜘蛛慢了一趟 便死在一刀的 绝情感之下 之后 三人赶往桃源谷 蝎子武功 紧随其后 只是路上一刀 感觉手上被猪毛刺痛 连忙运弓斗去 却不想 以身动剧毒 带三人来到农夫家里 却见农夫夫妇已死 成是非昏迷不醒 原来 云罗离开后 成是非毒发 一口毒血 当场身亡 可怜好人没好报 无辜惨死 而此时 成是非已危在旦夕 可天山雪莲 必须磨成枝 才有效 时间紧迫 云罗当机夺过天山雪莲 塞入嘴中咀嚼 海棠看出云罗意图 啪啪中毒 连忙阻止 但云罗决心已定 要与成是非生死与共 嘴对嘴将雪莲喂下 这时 蝎子在门外叫嚣 一刀与其站在一处 但他重朝政纯一掌在前 众蜘蛛毒在后 又连日奔波 根本无暇 运功疗伤 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不消几个回合 便口吐鲜血 已然失去战力 海棠健壮 想上前相助 却被巫工 从身后制住 危急时刻 成是非终于醒来 从屋中冲出 持出少林大力金刚指 之后 成是非将自己的血 喂给一刀 帮一刀解掉猪毒 海棠却无意间 从一刀身上 发现自己遗落的玉佩 这才知道 一刀对自己用情已深 但身为大内密探 不允许他掺杂任何 儿女情长 于是 等一刀醒来后 一刀 海棠 根本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说完 海棠伤心落泪 一刀对他的绵绵情谊 他怎会不知 但事业与爱情 只能选择一样 选择事业 就只能放下爱情 一刀的初恋 还未开始 就仓促结束 心情郁节的他 前往竹林 炼刀发泄 而成是非 因云罗舍身相救 答应为云罗做三件事 而云罗要求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回京 当皇子第一号 成是非虽然心中不愿 也只好答应 这绝对是成是非的人生巅峰 先从神后手中 接过皇子第一号令台 成为大内密探 又假扮交纸国王子 成为驸马 迎娶公主 但成是非 生性散漫 不喜欢被拘束 厌倦了 宫中 繁文入节的他 再次逃走 这晚正在野外喝酒 却见张浸酒 带笑而来 告诉他 云罗因他出走 自杀身亡 成是非自然不信 可一刀跟着出现 也证实了这件事 一刀向来沉默寡言 更不会说谎 云罗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的遗书 希望能在一个 他喜欢的山丘上 火葬 哪一个山丘 你第一次离开 护龙山庄 他说跟你度过 很快乐的一天 之后 成是非赶往山丘 路上回忆起 与云罗的 原点滴滴 想起云罗 对他的不离不弃 物质不绝间 这个浪子 其实也早已 对云罗动情 见到云罗遗体后 成是非 伤心地说出真话 也承认了 与云罗的夫妻关系 这时 云罗睁开眼 成是非意识到 众人合伙骗他 而云罗 也知道了 海棠知道义父的这个习惯 于是随同前往 在路上 神猴向其讲述了 当年他与古三通 肃心的三角关系 可当二人进入冰冻 却发现冰冻空空奴野 一向沉门老练的神猴 框寸大乱 冷静下来后 便怀疑起 与他随行的海棠 龙之匿名 处之必死 肃心就是神猴的匿名 只要牵扯到肃心 什么义女 心腹都会被怀疑 神猴眼神冰冷的 解除了海棠的所有植入 并让他交出玄自第一号令台 之后独自离开 心情不佳的海棠 借酒消愁 找到一刀倾诉 就算是你真的出卖了神猴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谁要是与你为敌 我就把他给杀了 言语虽然冰冷 但却格外暖心 海棠第一次认真考虑 这个不苟言笑 却多次救他的男人 手不自觉地拉住了一刀的手 另一边 承许飞与云罗浪迹江湖 却在一荒村野店 发现东厂蝶子 带着一具棺材赶路 于是趁夜打开了棺材 正是被东厂截走的 活死人肃心 归海一刀 一记绝情斩 将曹公公 震退数十战 将中国武侠击退二十年后 察觉绝情斩 已至瓶颈 于是来到水月安 向母亲讨要 父亲生前休息的 雄霸天下刀谱 但他父亲因修炼雄霸天下 走火入魔 母亲不想儿子 走丈夫后尘 坚持没有 可一刀根本不信 拿着父亲所有遗物 来到树林翻找 一番搜寻 一无所获之际 一刀气得将所有东西 扔进火堆 就不想 披风在火光应照下 献出刀虎 一刀连忙拿出披风 看着手中的刀虎 大喜过望 我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之后 一刀没日没夜的练习 他本就是武吃 又身负续海深仇 但雄霸天下 乃是邪功 越练越容易迷失心智 最终走火入魔 成为刀控人 直至历劫昏迷 第二天 一刀在屋中醒来 看到来寻他的海棠 便兴奋地讲起雄霸天下 可他此时已然入魔 海棠虽然察觉到异样 却看不出玄机 这时张敬九找来 却是查到了 一刀父亲 龟海百炼的被杀线索 之后 几人结伴找到当年的目击者 目击者称事发当晚 看到麒麟子 剑京风 以及了公大师 苦劝龟海百炼 平面雄霸天下 但龟海百炼执迷不悟 之后 四人发生大战 龟海百炼 而目击者被震晕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这见 三人将龟海百炼尸体运走 一刀听完 认定三人就是杀父仇人 于是回到水月庵 向母亲求证 母亲却极力否认 似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而一刀已决定开始复仇 他杀气腾腾地 来到麒麟门 麒麟门弟子 摆出阵法 正准备御敌 麒麟子却现身叫停 将一刀带到 龟海百炼灵位前后 坦白自知就是凶手 与其他二人无关 随即当场自吻 这时 一刀才从弟子口中得知 麒麟子二十年前 便断去双臂 绝无可能杀死 龟海百炼 一刀觉得 他是想包庇其他二人 于是又敢往天下第一桩 可剑京风也自杀了 一刀只好去找了空 少林实力强劲 即便一刀 使出雄霸天下 一刀打败了凡 却被神秘人 一生佛号 震得吐血 之后 与海棠 躲进达摩洞疗伤 不想了空 主动找来 龟海一刀 死神附体 找谁 谁自杀 先后找上麒麟子 剑京风 二人双双刺激 如今 了公自己送上门来 却是一样抱了 避死决心 他愿意为故人之子 化解执念 也希望 一刀报仇后 能找了结 废掉雄霸天下的邪功 但此时 一刀一心复仇 心智又被雄骂天下所扰 不顾海棠劝阻 拔刀 攻向了空 而了空 明显没有伤敌之意 一味防守 用双指 夹住刀锋 将持杰 却突然松手 施主 大仇已报 请赶紧找了解 阿弥陀佛 压在心口的仇恨 一招得序 但一刀 没有一丝轻松 接连三人的 诡异死亡 加之 雄骂天下 对心智的影响 一刀 方寸大乱 之后 了凡 以为一刀杀了了空 究极武林人士 要为助持报仇 而此时的一刀 已难控心魔 直接使出雄骂天下 对方死伤无数 一时间 龟海一刀 成为武林公敌 与此同时 程氏飞意外带回素希 曹正纯又送来第二颗 天香斗寇 神侯当即叫来两个神医 辨别真伪 神医一番检查后 断定 这是真的 但素希 被冰冻二十年 必须去除体内寒气 在服下天香斗寇 才可续命一年 恰好神侯的西弓大法 可以吸出寒气 只是那样 神侯便会成为病人 一生受寒热之苦 但神侯为救心爱之人 没有一丝犹豫 可为素希 续命一年 可续寒热交加 本王愿意 性命 交换 之后 神侯不顾一切 使出西弓大法 将素希体内寒气 尽数吸入自己体内 然后将天香斗寇 喂入素希体内 没过多久 素希尽缓缓转血 沉睡二十年的他 容貌依旧 醒来第一句 还是劝他们兄弟不要打 当得知古三通 已经过世后 更是伤心不已 好在 有程世飞这个活宝 整天陪着素希 还且忧愁 而母子俩天生的血缘联系 让他们默契十足 云罗都不禁吃醋 而一次猜自游戏中 程世飞不禁找到了 藏在机中的字条 还念出了素希写的字 正是古三通的古 神侯知道 时隔多年 素希还是忘不了古三通 这时 医刀和海棠回到京城 神侯立刻给海棠安排任务 让他离京 而随着海棠的离去 医刀又成了一个人 夜晚 他在林中疯狂练刀 鬼使神差之下 来到驿庄 拜祭父亲 此时 外面狂风呼啸 医刀告知父亲 大愁以貌 可这时 一声惊雷 乘在棺材的木凳 不堪重负裂开 棺材随机 落地支离破碎 排骨也掉落出来 医刀发现 遗骸后心处 插着一笔匕首 而这把匕首 他认得 正是当年父亲 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 医刀 这才恍然大悟 为何之前 麒麟子 见京风 咬尘 甘愿自己 也要化解仇恨 其实 是想包庇他母亲 而这一切 医刀根本无法接受 他的执念 害了三个慈祥的长辈 让他杀了无数无辜之人 到头来 仇人 却是他母亲 第二天 医刀来到水月安 此时 他母亲准备消化维尼 见医刀进来 终于说出当年的真相 坦白 不愿看到 麒麟子等三人 死于雄霸天下 从背后偷袭 刺死了 已经入魔的 龟海百裂 医刀已经猜到了真相 可从自己母亲嘴里 说出来 他还是无法接受 报仇 一直都是他的执念 但如今仇人 是自己母亲 他该何去何从 辛了如麻的医刀 走出水月安 陷入 无法为父报仇的 自责之中 这时 少林了结大师出现 被心魔驱使的医刀 以为是来寻仇的 当即拔刀 而了结 不愧为少林三大神风之首 之前 在少林寺一句佛号 就将医刀震得吐血 而现在 面对医刀 汹涌攻势 应付起来 也轻松血液 无往不利的霸刀 绝青斩 却被了结双掌 轻松夹住 还能趁机 将医刀击 医刀剑寻常招式 根本拿他不得 再次使出 雄霸天下 汹涌刀气 裹鞋层层落叶 涌向了结 就将医刀打背 他败人 却不伤人 力道拿捏 恰到好处 尽显高手风范 之后也不做纠缠 静止离开 而医刀 对于败给了结 耿耿于怀 他一直觉得 练成雄霸天下 就能天下无敌 却发现 还是打不过很多人 于是 又拿出父亲的披风翻掌 在衣服夹层中 竟找到了 比雄霸天下威力更大 也更邪门的 阿比道三刀 此刀法 号称刀之终极 一旦练成 鬼哭神豪 天愁地惨 天上地下 无人能挡 一直心求武功精进的一刀 此刻 看到如此刀法 刚从复仇执念中走出来 却又走进 天下第一的牛角尖 他当即开始练习 有绝星斩 雄霸天下的根基 一刀修习阿比道三刀 得心应手 劲斩 更是当得起 勇猛精进 不出几日 他就练会阿比道三刀 而他此时实力 也来到顶峰 然阿比道三刀 邪恶无比 在一刀练至大成时 他的心魔 也彻底成形 龟海一刀 你终于练成 努力当的三刀 去练 去杀人 不要这样 可以打得过你 这是龟海一刀 全剧的实力巅峰 败给了了结后 一刀又从披风夹层中 找到阿比道三刀 殊日苦练 终至大成 却不想此时 心魔已彻底成形 蛊惑他去大开杀戒 一刀心底的良鞠 与心魔苦苦对抗 不可以 我不可以再杀人了 我不可以再杀人了 你不要叫我杀人 但心魔已成 一刀根本掌控不住 一次次甩掉长刀 长刀却自行飞入手中 世界俨然成为血红色 一刀眼看无法控制自己 用最后一丝理智 一掌拍动心口 吐血晕倒 但十五月圆之夜 心魔再次发作 一刀一身杀气 来到红龙山庄 见人就杀 侍逢神侯不在 不使用金刚不坏神功的 程世妃 根本不是巅峰状态的 一刀对手 只能带着云罗和素心 躲进密室 在这里 素心详亲往事 说自己曾生过一个孩子 而程世妃 也讲起自己身世 不久后 神侯带人赶到 而一刀 早已不知所踪 另一边 海棠来到蛇岛 寻找断天涯 这就是神侯 给他的任务 急叫天涯返回中原 飘续担心天涯而危 不想让他回去 但天涯感念神侯的养育之恩 又曾许下承诺 纠结时 收到神侯飞鸽传书 当下再不耽搁 赶赴中原 回到护龙山庄后 神侯让海棠和天涯 找到一刀 带回护龙山庄 但曹正纯 怎会放过这千载难逢 打击护龙山庄的机会 纠结一群武林人士 组成屠刀联盟 先一步抓到归海一刀 想逼一刀说出 是受神侯指使 以此打击铁胆的神侯 元气的对手 三人相识间 突然一股磅礴气力 席卷而来 曹正纯勉强抵倒 却仍觉力不从心 只好先行撤去掌溺 话音刚落 了结大师与天涯神侯 结伴而来 了结在武林中 辈分提高 或有威望 他出面要带走一刀 并表示归一刀负责 众人再无一意 只能任由了结 带一刀等人离去 之后 二人来到少林 一刀自认罪孽 愿意接受佛花点化 除去心魔 而不甘心的曹正纯 在朝堂上再提此事 神侯见曹正纯 如此咄咄逼人 当众发誓 可第二天 就有黑衣人找到了结 话音刚落 黑衣人就拔刀出招 表结飞身躲过 一眼认出 这是杀神一刀斩 也看出黑衣人身份 正是柳生弹马手 柳生以后多言 接连使出杀刀 一门 我和你 在海儿 是杀神一刀斩 上海儿 会让我看出黑衣人身份 自然杀神一刀斩 所以我还看出黑衣人身份 这时 医刀文许出来 柳生剑不是了结对手 立刻攻向医刀 了结飞身来就握住刀锋 背方不测 一掌将医刀打落天涯 可就这分心功夫 柳生舍弃长刀不用 转身短刀厚刺 郑重了结 你竟然会是输霸天下的刀法 大北战果然厉害 可惜你中了我一刀 少林僧人很快发现 了结尸体 廖凡以为是医刀所为 当即向武力发出追杀力 而神侯文许后 再次派出天涯和海棠 俩人在达摩洞中找到医刀 而此时 医刀才扛住第二次心魔 俩人要他回护王山庄 医刀却想留在达摩洞 最终由海棠陪医刀 回到水虐安 可以回去 医刀再次发疯 压制心魔的佛祖触摸完 也没了 医刀怕自己再次被心魔所控 趁着最后一丝清醒 左手持刀砍下 自己使刀右臂 这样一来心魔尽除 而医刀也算废了 但昨晚 神医塞花驼和太后唯一的亲哥哥 先后死于雄霸天下 俨然有人在故意杀人 栽赃嫁祸归海医刀 曹政纯趁机找到皇帝 希望把神侯关进天牢 但皇帝虽然不堪 却懂得制衡的道理 不想打压神侯 让曹政纯做大 但曹政纯知道 这是除掉神侯最好的机会 捕获太后给皇帝施压 皇帝只好传神侯进攻 曹政纯咄咄逼人 让神侯履行之前的誓言 形势之下 皇帝也只好拖延三天 表示考虑如何处置 可曹政纯却私底下威胁神侯 神侯的牢狱之灾已不可避免 他当即着手准备 先是召回上官海堂 让他主持天下第一桩 用飞鸽传书找来万三千 让他保住护龙山桩 万三千虽然不会武功 但他不可逼国 神通宝大 可用之人无数 做完所有安排后 神侯被关进东场天牢 落入曹政纯手中 曹政纯对于这个一生之敌 一点都不客气 不仅给他戴上枷锁 还用银针封住穴道 这样神侯即便武功盖世 也用不出来 曹政纯心满意足离开了 可他却不知西宫大法的玄妙 神侯趁狱却送饭时 将内力关进狱却体内 再控制狱却 用西宫大法 吸住了封住大学的银针 另一边 曹政纯跑到天下第一中 耀武扬威 众人见曹政纯来决不善 当即动手 但曹政纯同子宫 身不可测 左右两掌 就击退众人 就在曹政纯一掌 攻向海棠时 一律衣蒙面人 突然出现 挡在海棠身前 曹政纯 察觉异样 再出一掌 那人却突然消失 出现在曹政纯身后 一变二 二变四 曹政纯打哪个 哪个消失 却又再次出现 伸出八只手来 与曹政纯对打 曹都主使出全力 就未向对方分毫 反而把自己累得 气喘吁吁 原来 刚才将曹政纯 耍得团团转的人 就是湘西四鬼 他们也是武林中 唯一变成 魅影神功之人 魅影神功 御守危机 无论什么功夫 都能化解于无形 而无论什么样的高手 被湘西四鬼缠住 只能被活活累死 八大门派 曾邀他们出席武林大会 却被拒绝 只因他们是天下第一首富 万三千的保镖 曹政纯知道 不是万三千对手 只好灰溜溜离开 去找雾龙山州麻烦 想找出 十大将军的秘密档案 以此彻底毒霸朝纲 可档案是早已当空 只留下曹政纯自己的资料 曹政纯 一岁丧父丧母 不知真实性命为何 为人阴险奸华 无恶不作 民间多骂他为 曹燕狗 曹政纯以为神猴入狱 就能得到十大将军的秘密资料 掌握军权 却不想又被耍了 回到天牢 才得知 情报是被万三千接收了 而要查阅资料 必须得有神猴的口令 为了问出口令 曹政纯对神猴用刑 甚至让铁爪飞鹰 穿了神猴皮革骨 但寻常酷刑 根本无法让神猴开口 第二天 素心挂念神猴 便在城市飞云罗的掩护下 进入天牢 可半路 罗夫人交给他一枚药丸 素心唇良 不宜有诈 又担心神猴安危 便吞入腹中 可见到神猴后 突然腹痛难忍 原来曹政纯一直对神猴没办法 罗夫人便提议用天残 那天残若被人吞入腹中 便能依附在人体内 只要罗夫人弹奏琵琶 天残就会随着月声 在体内游走 是有五脏六腹 且天残生有道沟千足 无论武功多高 都不能将其逼出体外 罗夫人正愁如何骗神猴吞下 素心便送上门来 此刻 素心疼得在地上打滚 这比神猴自己承受 更加心痛 着急之下 神猴使出息功大法 彭汉犀利 直接将素心吸了过去 并将他体内的天残 吸入自己体内 曹政纯健壮 让罗夫人加快弹奏 五脏六腹被啃噬的剧痛 强如神猴也抵抗不住 只能说出口令 另一边 海棠等人正在商量 如何营救神猴 诚实为提议 求助万三千 毕竟天下第一首富的神通广大 人尽皆知 有他相助 定能马到攻城 海棠找到万三千 说明来意后 万三千却趁机提出条件 那就是让海棠嫁给他 经过此前种种 万三千对海棠痴心不改 而海棠早已爱上一刀 但为了恩重如山的义父 他只能舍其自我 答应嫁给万三千 之后三人立刻强攻天牢 断天牙等人强攻天牢 轻易解决守卫 但当三人找到神猴 神猴却表示不愿离开 他当时自愿入狱 现在私自离开如同欺君 而肃心也表示要与神猴生死与共 几人说话间 曹正纯已带人赶到 三人只能向外突围 寻常进军自然不是他们对手 这种级别还得督主自己来 曹正纯四十年同始宫 内力熟透 三人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 程世飞被禁军死死困住 高压之下 伴随着嘶吼 程世飞双眼突然变成金色 被迫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瞬间将周身进兵正飞 此时的程世飞力打无穷 刀枪不入 一拳打穿墙壁 举起几百斤的牢门 冲向曹正纯 曹正纯不敢丝毫大意 用出石城天罡元气抵挡 但两人内力相撞瞬间 牢门破碎 曹正纯也被正飞出去 高下立判 他心知不识对手 立刻跑路 让手下准备火药 要将神侯等人连同天牢一起炸掉 这时 铁爪飞鹰偷偷传信给云罗 得知几人有难 云罗立刻求助太后 以性命要挟 拿到了免死金牌 可当他赶到天牢 才被告知 金牌只能救一个人 他理所当然要救程世飞 但程世飞却放弃了 并提议带海棠出去 因为只有海棠 才能起得动万三千 众人或有一线生机 但当海棠 云罗两人刚出天牢 身后就传来巨大爆炸 一时间 护龙山庄只剩下三个女人 在家里哭自己死去的丈夫 忽然一枚闪子出现在桌子上 云罗想到 这是程世飞给自己的信号 之后根据指引 在万三千的密室中 见到了程世飞和断天牢 原来关键时刻 万三千的绝地小队 挖通了地道 天牢和程世飞 才得以死里逃生 曹正纯发现后 只能将怒气 发泄在神侯身上 再次让洛夫人 弹起琵琶曲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神侯 趁稳挑起 铁爪飞鹰的配件自吻当场 曹正纯本想把神侯尸体随意处置 铁爪飞鹰却提醒他 诸无事 好歹是皇叔 必须紧躁 否则不好向皇上交代 曹正纯虽然嚣张 却仍忌惮惮皇权 只好照办 而作为一生之敌 第二天 曹正纯亲自为神侯主持葬礼 我一直有和他打一架的冲动 以至于连晚上做梦 都在和他交手 我几十年练就的天纲元旗 能不能堂堂正正地打败他 在我内心一直是个疑问 现在这疑问 永远没有答案了 铁杆神侯被曹正纯视为一生之敌 两人争斗多年 终于有了结果 曹正纯此刻不免生出 惺惺相惜之感 但感伤之余 更多的还是喜悦 与再难掩饰的嚣张 这时 海棠突然持剑出现 直刺曹正纯咽喉 曹正纯不慌不忙 一指弹开剑锋 几招便将海棠逼退 随后 承世飞从天而降 裹挟探天尽力 直取曹正纯天灵杆 曹正纯察觉后 抬起一掌 内力碰撞间 承世飞也被震开 之后 曹正纯腾身运来 双手扣住承世飞与海棠咽喉 就在这时 段天涯在台上突然出现 救走素心 曹正纯见状 不怒返校 他料定 大内密探会来 此刻 段天涯现身 便不再遮掩 直接叫出了 埋伏在四周的黑衣舰队 他要将护龙山庄 余孽一网打尽 可就在这时 山头发生爆炸 万三千在 湘西四轨的护送下现身 他到了 他的绝地小队也到了 在超能力下 一千三百人 不眠不休 把地道挖到了这里 下一秒 曹正纯的黑衣舰队 全军覆没 但即便如此 曹正纯依然不惧 今天你有多少钱 我都要你的命 曹正纯 你没想到 原来 铁胆身后没有死 铁爪飞鹰也是卧底 曹正纯已然大势已去 从天堂跌入地狱 让他不有苦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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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好在可以还我一个心愿 和你身后真正的打一场 我也等了这天很久了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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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好在可以还我一个心愿 和你身后真正的打一场 我也等了这天很久了 来吧 严霸 两人同时出招 浑身尽力怪于双掌向对方轰出 两股真气相撞 人群纷纷退避 神侯率先收招而来 曹正纯紧随其后出掌攻来 神侯不慌不忙 一掌挡住 反手便扣住曹正纯卖门 却是后发先制 已然掌握进攻主攻 之后出招连绵不绝 据是攻其要害 诸无事 您忍二日载 自当年十股三天一战后 闲有出手 此时出路锋芒 便是全力以赴 曹正纯面对其汹涌攻势 只有招架之攻 便无反击之力 几招后便被掐住咽喉拖行 又被一脚踢飞 两人掌力相撞 争气一波 炸在周围地洞山摇 河水沸腾 下一秒 决胜负又决生死的时刻到来 神侯右手虚握 竟使出失传已久待 乾坤大挪移 身旁巨石 轰然炸裂 无数石块 攻向曹正纯 曹正纯不敢大意 使出天罡同子宫 最强防御 以拼内力来回拉扯后 忠视神侯内力更胜一筹 手掌发力 巨石突然碎裂 碎石直补曹正纯 胜负已然分晓 而接下来便是绝生死 神侯趁机使出西攻大法 曹正纯拼尽全力抵挡 终究气力不济 被神侯吸入体内 只留一口真气放了出来 直至此时 曹正纯才确定 贴载神侯真的会西攻大法 而朱无事 见圣券在握 也不再隐藏 直言自己吸了200人的功力 才有如今的境界 而曹正纯苦练40年的内力 也尽归他所有 听到自己一生苦练 为仇人作嫁 一向礼貌 宠辱不惊的曹正纯 此刻也难免 气急攻心 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他自始至终都小看了铁胆神侯 两人明争暗斗多年 神侯对他了如指掌 而他连神侯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 都不清楚 这是情报上的差距 而武功上的差距已然明了 至于继谋 神侯当得起老谋深算 曹正纯输得一败涂地 而神侯的计谋也浮出水面 为了除掉曹正纯 他故意示弱 先有断天涯 离开中原 后有归海一刀 狐独武林 让曹正纯觉得有机可乘 他自愿入天牢 表现得一败涂地 甚至生死 不过是为了引曹正纯露出所有底牌 让他骄傲大意 公然威胁十大将军 然后离开皇城 给了神侯明正言顺杀他的机会 此刻曹正纯一败涂地 神侯本能将其吸干 却流了一口真气 只是想知道 那第三颗天香豆蔻的下落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曹正纯言露 不给神侯出手机会 一掌拍下 自己天灵干 带着尊严下线 而除掉最大的对手曹正纯 放眼朝堂 再无一人是神侯对手 空前的胜利带来的是空前的运气 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膨胀 之后 肃心因天才试咬 提前衰老 但神侯运气爆棚 竟然从云罗的人与小明珠中 找到第三颗天香豆蔻 救活了肃心 此刻他十里空前 独霸朝纲 又得到了一声挚爱 可谓春风得意 而天灯神侯 卧心长胆 谋划多年 可不是为了一个亲王 而是那天下唯一的一把椅子 他和曹正纯不同 曹正纯全力到了极致 不过一个太监 只能携天子一令诸侯 而他可以问底九五 他先请求皇帝 给他和肃心赐婚 但此事当年先帝极力反对 如今上至太后 下至朝臣也纷纷反对 但他如今掌握着十大将军的法笔 让十大将军联名请奏 当皇帝看到十大将军的联名奏章时 才意识到 他苦苦维持的平衡 已然随着曹正纯的下线打破 如今 神侯已经伟大不掉 对于如此蛮横要求 他也只能答应 先行稳住神侯 再做打算 可当神侯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肃心时 肃心却告诉他 二十年前 他已与古三通成亲 还生了个孩子 就是成是非 神侯听到这话 内心翻墙倒海 表面上却仍表现出理解和大度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男人可以输掉一切 但唯一不能输掉的 就是风度 他无法对肃心恶语相向 但午夜梦回 那心中的痛却格外真切 因为他是我的梦 我的梦 无论如何 要保住这个梦 我不能让这个梦幻灭 不然 这么多年来 我苦心惊盈 机关算计 都白费了 事实上 他的梦已经支离破碎 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他一直在跟古三通比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早就输了 二十年前就输得一败涂地 与此同时 身后的铁搭档万三千也输了 海棠见到了除去心魔的一刀 心事进度 他一直爱的就是一刀 可万三千 却能安抚那些被一刀所杀的人 因为爱一刀 所以为了一刀 他可以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唯一能给一刀的 就是他的心 万三千得知后 心痛欲绝 但还是决定迎娶海棠 因为那也是他的梦 尽管自己已经一败涂地 但破碎的梦 就如阳光下的泡沫 一碰就碎 就在他和海棠准备拜堂时 一刀勿请自来 浑身杀气 原来昨夜一刀回去后 便遭遇一群黑衣人围杀 他母亲为了救他 被赐死当场 而万三千与海棠的约定 随之失效 之后神后一心杀掉一刀 而海棠则以死相逼 在亲朋好友面前 万三千颜面尽失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西岸的女人面前 保持最后的风度 他放一刀海棠离开 谁指使 他心中已然明了 再说一刀与海棠离开后 二人自知天下之大 已无处其身 就在准备双双殉情时 皇上的人赶到 原来皇上见神侯势大 便亲自出面 请天涯为他效力 但忠孝之间 天涯难做决断 被复大学士带走 如今海棠一刀被神侯追杀 自然成了皇帝的招揽对象 再说成时飞和云罗 发现神侯像变了一个人 两人进出护龙山庄 也被三十六天罡的人拦下 神侯已经放弃四大密探了 别说走了两个 就算全走了我也不在乎 神侯真的跟以前有点不同了 何止有点不同啊 坚持骗了一个人呢 成时飞察觉神侯性情巨变 但还是跑到护龙山庄 想给海棠和一刀求情 却被三十六天罡拦下 无奈只好去找肃心 却又被七十二地煞拦下 成时飞忍无可忍 直接出手 将两名护卫打晕 然后带着肃心离开 而肃心得知神侯 想要篡位后 整日心情不宁 之前又被禁止 与成时飞见面 他知道神侯始终介意 也觉得神侯越来越陌生 预感即将有大事发生了他 便决定告诉成时飞真相 我不是你干娘 我是你亲生娘亲 我爹是谁啊 古三通 成时飞猛然想起 当年古三通传功的情形 与时虽感意外 却又觉得是在情侣之中 也许这就是天意 可就在母子相认的温情时刻 朱无事因策策出现 他劝急劝说成时飞 并许诺让他成为太子 却不想 成时飞这个小混混 虽然玩世不恭 却慎明大义 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开打 成时飞哪里是他对手 没几回合就败下阵来 眼尖肃心被抓 神侯又激将他 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成时飞终究没有忍住 随着一声嘶吼 变身小惊人 周身瞬间 刚气四溢 接着运转全身尽力 双掌打出 神侯不敢大义 全力抵挡 内力比拼 两人竟平分秋色 之后七身拆招 也没有花脸胡哨 都是圈圈倒肉的 硬碰硬 两人互换起全后 各自退开 成时飞已然口脚易血 而神侯面露得意 因为这是成时飞 第五次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之后若强行再用 便会暴体而亡 成时飞对他的威胁 已然大大减小 但他却没有趁机将其击杀 而是转身离开 只因他也受了重伤 注意天帝玄黄 次大密探 齐举御输房 皇帝佣金 无人可用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四人身上 帝玄黄三人 对神侯已经寒心 表示愿意支持皇帝 可断天牙并未受神侯迫害 反而神侯对他恩重如山 忠孝之间 他唯有两个相邦 选择回到蛇岛 而神侯听说 三大密探投靠皇帝后 这要把所有 与我为敌的人 赶尽杀去 这要把所有 与我为敌的人 赶尽杀去 当晚断天牙遭遇袭击 他虽将四名黑衣人轻易斩杀 儿子却被掳走 当即提剑去追 与此同时 三大密探与复铁城商议对策 复铁城建议三人刺杀神侯 可之后 复铁城却遭遇刺客 死在杀神一刀斩之下 当三人闻讯赶到 海棠立刻发出 漫天话语撒金钱 但却被刺客躲过 之后 暗初又杀出庶名黑衣人 倚刀和城市飞与之缠斗 而海棠则独自追了出去 却在天涯家附近 失去刺客踪迹 恰好看到飘旭 可他扶着飘旭回屋时 发现飘旭脉向异常 于是 发出银针试探 却被飘旭轻易躲过 原来 之前飘旭为了与天涯成婚 自断一条筋脉 可刚才海棠扶住飘旭时 却发现 他脉向正常 毫无残缺 他不敢相信 杀死护铁城镇 就是飘旭 反倒是飘旭大方承认 并承认之前 是他杀了赛华陀 我就等人 架火一刀 目的就是配合神侯的计划 其实 从一开始的乌丸 立秀 再到后来他们相遇 都是神侯的安排 这时 一黑衣人突然出手 海棠被长剑 穿凶而过 而飘旭借着动手 始冲雪飘人间 海棠死了 因为他的聪明 而他的死 也让形势彻底失控 海棠目前 本想离开的天涯 决定留下 查出真凶 本想明哲宝心的张进九 也有了 一定要查下去的决心 之后 天涯把张进九 交到一旁 商量案情 凶手用的是武士刀 而海棠指甲中 有些墙壁粉末 说到这里 两人敏锐意识到 海棠在临死前 留下了线索 天涯立刻 就要回去查看 却被张进九拦住 他已经怀疑身边的人了 这时 万三千束缚而来 他对海棠 痴心一片 虽然有始无终 但仍将海棠 视为自己的敬意 海棠 你安息吧 我不会让害你的人好过 我要你为海棠的 所住代价 海棠死后 万三千伤心欲绝 他虽然不知道 袖手是谁 却知道 幕后指使者 就是神猴 于是跑来护隆山庄 兴师问罪 而此时 神猴一副 胜券在握的样子 大谈修身 其家 治国平平下的 先后顺序 甚至自闭项羽 万三千对此 嗤之以疑 对神猴 狡兔死 走狗风的做法 更是极为不满 其实 他不在意神猴 迫害其他人 他只恨神猴 杀了海棠 他和神猴一样 已经猜到 是神猴派人 杀了一刀母亲 只是估计 合作关系 忍忍不发 如今 海棠身死 他忍无可忍 话音刚落 湘西四鬼 从万三千身后现身 之后 攻向神猴 此人多年来 形影过瘾 早已心意相通 联手欲敌 更是威力无穷 强如神猴 也只有招架之力 不消几个回合 便被抓住四只 湘西四鬼 已然占据上风 不消片刻 便能将神猴 所有内力化去 却不想 被一股尽力震退 但刚才交手 仍是湘西四鬼小生 湘西四鬼 联手化解内力的本领 果然是 武林一绝 承让 可惜 你们去青城山 救三十六天刚 就是一大错 你救了他们 你就是救了我 花音刚落 神猴伸出双掌 一股强大尽力 便将湘西四鬼 射入手中 不消片刻 就被吸干 可惜 湘西四鬼一身绝学 就此失传 万三千见状 虽然惊讶 却也不慌乱 他自信神猴 不敢杀他 因为他控制着 神猴启示军队的 所有良想 却不知 神猴谁都不信 一早就派人密切监视 在海棠墓行 拿到了白宝箱 而万三千 彻底失去利用价值 被掐断了脖子 万三千一直以为 他和神猴是一样的人 一样聪明 一样重情 甚至以为之交 但他聪明 反备聪明物 在与神猴的合作中 毫无保留 交出了湘西四鬼 这一户身符 害了湘西四鬼 也害了他自己 但他对海棠的爱 却足够纯粹 即便后来知道 与海棠相遇 也是神猴的安排 仍重心不改 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同时对金钱 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正如他自己所说 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唯有爱 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但他仍为之付出了所有 甚至生命可敬可配 就在万三千 为海棠送命时 一刀也在为海棠 普连刀法 但右手刀 改为左手刀 诸多不便 好在城市可以 交给他一套左手刀法 张一刀实力 可以短期恢复 而天涯去客栈 寻找张晋九 却碰到刚杀完人 还来不及离开的 柳生弹马首 这对纠缠多年的翁絮 也迎来生死对决 这就是天涯 天涯来到客栈 寻找张晋九 却发现张晋九被杀 而凶手就在房东 正是柳生弹马首 看到柳生还活着 天涯很是意外 两人纠葛多年 仇身四海 见面已无需言语 血仇还需血来解 天涯当即拔剑 出鞘直指柳生 见风未达 剑气已至 一招便将柳生击退 之后更是连绵不绝 而柳生身为一代宗师 实力毋庸置疑 失去先手 仍能很快扭转局势 两人在狭窄楼道 你来我往 刀剑冲锵之声不绝 几十招后 天涯渐渐落入下风 背一脚踹倒 眼看柳生 持刀砍来 横剑格挡的同时 翻转手腕 喊中柳生肩膀 相之间 柳生左手拔出短刀变刺 却突然留守 原来飘虚多次警告 不许伤害天涯 飘虚虽然不在 却又救了天涯一次 天涯阵机 逼退柳生 他自知 柳生摇他一次 便用黑布蒙住眼睛 算是偿还 刚才的手下留情 而柳生 作为大宗师 自然知道 决心的重要性 当下整理资序 不再留情 一招定生死 长道挥出 正是招牌决系 杀神一刀斩 连杀气都变得凝实 刺入柳生眼中 而金刚软剑 也随之刺入柳生下腹 这就是天涯 柳生弹马手 武功高强 战斗意志坚定 在明知 不是了结对手的情况下 仍孤身出手 且战而胜之 是天下第一中 为二 能以洛盛强的高手 可惜 遇到天涯这个苦主 儿子死在天涯手中 大女儿因天涯而死 他如今 又被天涯以洛盛强 成为绿叶 令人不胜唏嘘 而他小女儿 也将因天涯 生死下限 柳生死后 天涯通过盲人乐师 提供的乐服线索 很快找到 杀死海棠的真凶 正是自己的枕别人 飘旭 飘旭被识碰后 也不辩解 承认了与神侯的 所有阴谋 因为无法面对天涯 依然选择自己 飘旭因任务 接近天涯 甚至嫁给天涯 也是任务的一部分 但人的感情 最难计算 谁都想不到 飘旭假戏真做 真的爱上天涯 不得不说一句 断天涯 真的是柳生家族的克星 只是不知 这是天意喜然 还是神侯 牵制柳生家族的 后手安排 无论如何 海棠的叙事 引起一大波 关键人物下线 先是对海棠 用情至深的万三千 及其势力 相惜似鬼 再是柳生家族 妇女俩被天涯双杀 神侯的三股势力如鸡 只剩下他 孤家寡人 和几十个小孩 而四大密探中 海棠离世 神侯曾公开 下令击捕一刀 两人早已 以恩断义绝 而成是非 本就与神侯 没什么瓜葛 如今 只剩下天涯 与神侯恩怨未了 他要对抗神侯 就得堂堂正正 就得先与神侯 了结过往 一日 断天涯 知识来到护虹山庄 依然是三十六天罡拦路 依然是口气格外大 依然是格外不扛揍 这时 神侯出现 他太了解天涯的性格 料定天涯 今日会来 而他早已准备好措辞 但天涯 足以引地 跪下 向神侯扣了三个头 偿还救命 授业和养育之恩 神侯眼见 无法挽回 听出 让天涯 受他三掌 没想到 天涯直接同意 神侯当即 连发两掌 却是未出权力 他仍想着 天涯回头 但断天涯 已决意与神侯一刀两断 神侯见状 再不留守 这时 皇帝驾到 以白银万两 封印九百里 帮断天涯 还了养育之恩 至此 断天涯 与神侯再无瓜葛 而神侯 也与皇帝 彻底撕破脸皮 带着十大将军 威胁皇帝退位 可志得意满的他 回去后才发现 肃心意外 吵入密宗室 不仅看到了他的日记 知道了 当年是他 在太湖之盼 杀死八大派 一百零八位高手 下祸古三空 还烧掉了 十大将军的卷宗 至此 连最爱的人工 背叛了他 神侯终于失去风度 你想不到 你输给了我 但亲手毁掉 自己的梦 他做不到 只能将肃心软禁 而这时 断天涯 龟海一刀 成是非 云罗来到 护龙山中 最终决战来临 金刚不坏 团统降龙十八门 打灭天下无敌手 打的时候变成狗 断天涯等人 来到护龙山中 再次遭遇 三十六天罡拦路 但所谓的 十二天罡大阵 不有其表 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不堪一击 云罗趁机 去营救肃心 而断天涯三人 一路杀进护龙堂 此时 神侯端坐在 新定制的龙椅上 志得一满 此时任何言语 都已失去毅力 只有武功 才能决定 身有发言权 神侯派掌杀到 虽被三人团团围住 却丝毫不落下风 吸干曹正纯 湘西四轨后 神侯西弓大法大成 内力深不可测 实力已然 旷骨硕机 浑身真气外散 便自成护身钢气 以贤熟 全找招式 便能与三人手中兵器中弦 一开一盒间 行云流水 不消片刻 便将三人击退 来到走廊 神侯高高跃起 三人同时击中 其小福丹田 却为磅礼真气 再次击飞 眼看三人不是对手 神侯更加张狂 而三人再次全力出击 瞬息间 已连出数招 直见空中身形腾转 剑影横飞 真气四散 可中心的神侯 却不动如山 稍一运计 又将三人击飞 随后以西弓大法 控住三人 又用乾坤大罗鱼 刮来一座天厅 砸向众人 瞬时间 整个护龙山庄 地动山摇 目著瓦砾横飞 这时 云楼抱着一个锦盒赶到 在废墟中 找到了诚世飞 告诉他 金刚不坏神功 还能用 原来金刚不坏神功 只有童子神能炼 和一生只能用五次 都是苦三通 骗人的把戏 而神侯竟然都相信了 诚世飞再次变成小金人 神侯一点难以置信 但还是全力攻去 而诚世飞 仗着金刚不坏 对神侯的攻击 不躲不闪 完全放弃防御 抓住每一个机会攻击 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声音 两人互换数拳 眼看肉搏不是对手 神侯用犀行大法 将浑身内力灌进身前石龙 而那石龙竟然在爆炸中 捧月入空 张牙舞爪 时侯控着石龙不断攻击 而诚世飞 无去任何败地攻击 每每都能将其击退 更是找机会 抱住龙场 一头摔打 硬生生将龙打落在地 说吧 两人同时向对方冲去 强横身体冲撞下 石龙寸寸炸力 而两人也完全放弃防守 使出全力一击 互换一拳后 各自被震飞出去 诚世飞 已然口服鲜血 被打掉了漆 而神侯四叶受了伤 却仍有余力 你打不败我的 没人能打败我 有 苏星可以打败你 说完 云罗将手中几何 扔给神侯 神侯意识到神脉 双手颤抖地 打开几何 接着是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几何中 正是苏星的人头 他要是猴亲眼 看着他的梦命 苏星 苏星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苏星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 为什么 苏星 随着梦破灭 重伤的神侯彻底癫狂 彭身跃入空中 胡乱攻击 被起身的天涯 一刀刺中心口 倒地后 却扔拖着锤死的一口气 向着龙椅奔去 几分钟前 多么嚣张 此刻就多么狼狈 苏星 苏星死了 我做皇帝 还有什么意思 苏星 苏星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在一起 结束了 诗意皇子诸无事 奔向最新武学 浪迹江湖 却一见钟情 爱上苏星 为了苏星 他一步步除掉障碍 他暗算结败兄弟 然后谋划篡位 他迫害一死一女 除掉一个个强敌 可到头来才发现 当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在一起时 自己引人重叛亲离 而苏星自始至终 爱的只有谷三通 他为爱 天下不选公业 也为爱丢失所有 乃至性命 可怜心中所爱求不得 天下第一 终成空